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科技产业专案设计课程说明 那么这个正门课呢 是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有开过 然后在2021年恢复上收课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新规划课程的第二年 那截至目前为止的话 这是全台湾唯一教你如何准备资讯科技公司面试的正式大学课程 那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切入点是这些资讯科技公司的面试 但是不是我们的全部 那其实我最主要目的呢 还是要带着大家了解这个资讯科技产业的发展 因为毕竟无论你是否是从业人员 资讯科技对你我的冲击都是非常大的 然后在课程进行之前呢 一定会有一些人充满的疑惑 那我们说一些先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如果你有参加过我其他的课程呢 可能就能够了解 就是我们的课呢 给各位很大的这个弹性 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讨论 不管是授课内容 评量甚至是这种评鉴的方式 其实这是可以沟通的 那但是所谓的这门课是不是很累 那真的是跟你的现在具备多少 就是现在的高度 现在你具备多少能力 然后你预计呢 你想要获得多大的提升 那所以这件事呢 真的是取决于你 不是 并不是 并不是我 我想这个是要跟大家先沟通的 然后呢 一定有同学呢 问说这个 这么课会被当掉 那我们这位课很特别 应该有 应该很少看到这样的大学课程 就是50%的分数 总分来自你期末的字评 如果你在台湾有看到其他的科目 有这种宣称说50%的分数 是来自自我评量的话 请告诉我 我很想要跟那样的教授切磋 交流一下 那这样的评分方式呢 说真的一定会有背负很大的压力 那其实 我偶尔还要写一些报告 所以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好几年 不是正门课而已 其他课其实也有很多 是这种类似的风格 那我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各位学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不希望同学们在期末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跟我沟通说 分数到底这么一回事 我宁可让同学们在课程进行中 或者说课程进行一开始 就跟我沟通说 你想要怎么去调整 你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请你一开始就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我坚持 就算冒着要写报告的风险 因为你应该很难 在其他大学课程看到这样 50%有学员自己评分 那既然50%有学员自己评分的话 这个会不会当地要全部看你 对不对 跟自己负责 然后一定有同学好奇说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 可不可以选择这门课 简单回答是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因为这门课 来学起程式设计 我们这门课并不是全部都需要程式设计 其实有蛮多是需要了解 这个产业的状况 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 必要的一些准备 不见得是Compute Science准备 就是说你要去看说 很多公司他需要什么人才 然后这些公司他内部在做什么事 甚至你可能要去看这些公司的财报 但是写程式无论如何 都是一个切入点 就算你日后走管理职 那你想你走管理职很可能 就说也许就不太需要写程式 但是你没有写过程式 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毕竟还是有什么 毕竟还是有落差 对 而且你没有写过程式 你当个主管的时候 其实有别人的下属讲话 有没有问题的话 其实你也没办法判断 对 然后这么可能要刷D code 对 没错 就是我们等一下来体验看看 好 那我们在我们后续作业 其实也会有刷D code的练习 好 然后还是有同学问说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就想选招 可不可以呢 其实可以 但是请你跟我沟通 就是我们往年会有历史系 政治系 这里还有一个台文系 不过很可惜 那个台文系的学生没有建制到后来 然后还有中文系 那当然什么都记 然后还有护理系的同学 就是说其实 就是对我来说 我好奇的地方是说 你在什么起点 然后可以获得多大成长 好 那我想这个 这个也是大学课程 最主要获得大 其实应该给大家的启发在这里 就是你考上某些科系 主修某些科系是一回事 这是你的本事 但是你在这样大学的资源下 你怎么去使用 然后你怎么获得什么样成长 好 那这个听说老师会骂人 对没错 就是我教学了两大技能 就是一个 一个是讲古 一个是骂人 包含我现在呢 在一些公司担任顾问 说真的担任顾问 以前担任顾问 可能还有很大比例 是要写程式 但是我当顾问这几年 其实不太需要写程式 因为大家对我的期待是别的 比方说就是找我去骂一骂那边的工程师 你想一件事就是说 因为工程师平常遇到主管 已经被相处多了 但是来一个外人来骂一骂 可能会有点效果 好 总之就是说 我可能会跟你一些比较 激烈的言语沟通 当然如果你不舒服 请你告诉我 好 然后这门课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呢 我们课后要做一对一的 也就是说我们收课呢 不管是实体 还是现场课程 就像现在这种进行方式 就是原则上就是我说话 然后当然我们课程上还会把同学点起来 来回答问题 但是课后我们是 这是我的坚持啊 就是希望可以一对一讨论 刚才同学问到一个有趣问题 就是那个 对不是要开暑期课程 对不对 注意到不是没开诚 只是因为那个COVID-19太强大了 对不对 这个是这样 就是我六月底的时候确诊 那确诊的时候 我想说我就不要出门就好了 我就请我的家人帮我买 买可能两三周的食物 然后我想说 我这有正当理由不要出门 当一个专业宅 因为其实我平常也很难当个 专业宅宅 然后你知道吧 就是我平常可能 你可能了解我的生活 就是我在台湾北中南 其实都可能都要跑来跑去 我一周就一个月一个月搭高铁 大概之前大概搭到两万多元 两万多块 那你说可不可以买月票 月票是两定点 但是我是台北台中 新竹高雄台南 这些地方都有机会 所以那个 然后后来高铁跟我说 哎那你现在办一个什么企业方案 然后那总之那就是说呢 我确诊的时候想到 哎我就可以不要搭高铁跑来跑去 不要搭高铁跟搭计程车跑来跑去 我说哎这个好像还不错 那我这个六月底确诊的时候 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注意到 我说那时候还直播 好那总之呢 就是没想到这个确诊 其实真的要好好休息 然后但是我就没有好好休息 没有好好休息的话 就变成说这个 这个咳嗽咳得很严重啊 那这个吓到我了 这个看医生看了好久 太可怕了好 那不然说这一次这个直播 我也是很担心好 那所以如果说直播到一半呢 如果你发现我这个讲不下去的话呢 可能真的是我这个身体状况不好 好 不过也不要太担心 好 就是如果这个今天讲不完 好 反正我一定会把这个课程上完 好 那这个 呃 我为什么要介绍自己呢 其实我只是在想提醒你一件事 好 就是说呢 呃 你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我完全尊重你 好 但是呢 如果你要在网上的打嘴炮的话呢 我陪你 好 所以呢 我会逛哪里呢 我会逛PTT 我会放靠北系列粉丝专业 好 那迪卡呢 我也会逛 好 我只是要提醒你说呢 就是 呃 你有意见呢 表达出来很好 好 但是呃 请你依据事实来讲 好 然后呢 讲出一些呃 明确的话 好 告诉我说 哪里要改进 哪里做不好 好 呃 而不是讲一些奇怪的话 好 我只是提醒你说 我玩这些东西呢 也应该也蛮专业的 好 就是 就是 比写程式差一点 好 那这个 呃 小野 就作家小野这本书 小野的父 父女 他写的 就是他的小野跟他的女儿 一起合写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呃 里面有一句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呢 就是真正教育 给学生足够的支持力量 足够的表现机会 足够的信心 你可能在某些场合 看到说 我对某些学校 呃 的批评很简单 就是说学店 就是对来讲 呃 你现在看到画面中 这个学校 我也是说学店 但是注意到 不是说成功大学 或者相似的学校不好 而是说 我觉得难过的地方是 即便学生从成功大学毕业 哦 很少有学生觉得 他自己是一个精英 通常学生只是觉得说 哎 我成绩还不错 然后就是说 我考进来说成绩还不错 毕业的时候成绩还不错 但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精英 你想看 真正的精英呢 会担心自己的 毕业之后没饭吃吗 不应该 哦 真正的精英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地方并不是说 钱不够 对吧 而是怎样 而是自己没办法帮助别人 而是没办法用自己的力量 改变这个世界 对吧 这是精英担心的事情 对不对 精英怎么会担心说 哦 哦 我这个年薪没有一百万 我会不会过得很苦 对不对 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 这绝对不是精英 那一间学校没办法培养精英的话 那就是学电 就是 这很简单吧 对不对 就是一个学校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一流大学 对不对 就是说不管是哈佛 斯坦福这种 就是他学生呢 不见得每个都是 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 对吧 但是 但是至少 就是有一个精英的样子 一旦一个学校没有精英的 没有办法培养出精英 那他就是学电 那目前的成绩大学 都有基于我的标准 他就是学电 但是不代表说他不好 就是我们成绩大学 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 然后有很长的历史 然后这样的一个学校呢 应该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那我想各位的重点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怎么去运动这些资源 然后真的有成长 然后有一天呢 你在帮助学历学妹 帮助你这个社会 然后认识精英应该是什么样子 精英呢 不是说这个 在那个广播节目说 自己是精英 不是 精英是真的是动手 真的去改变这个世界 直接用自己的双手 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 好 然后 我之所要介绍的话 也是希望大家了解 尤其我的背景 我讲这个资讯科技产业 当然受限我的专业 我没办法跟大家介绍太深度 以我过去的背景 就是像IC设计 然后直通讯 然后工业控制 还有一些就是像云端 这种 所以有些产业的确我是没办法涵盖 例如说我过去也没有做太多什么 人机见面 那不然说什么元宇宙这种东西 对不起我也没有接触到 但是我希望我开这门课 是希望说让我所见所闻 让我所知道的东西 都可以或许给大家一些 大家一些启发 当然如果说你在参与这课程的过程中 如果你有对这某些领域 有些成长 有些期望 也欢迎跟大家分享 好 我刚来学校的时候 说真的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学 所以刚来学校的时候 真的很简单 就是学生也不多 因为退选学生蛮多的 就是我们大概超过一半的学生会退选 就是一开始开的课 就是这种硬体的课 迁入式系统课 然后所以呢 那时候教书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教 就把学生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外面黑黑的 这个不是因为冬天的吧 这个是夏天 夏天为什么外面还黑黑呢 为什么 因为他就关一整晚 然后从下午关到晚上 然后有时候会天亮 就真的不要还关到日处 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书方式 那我其实蛮感动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会有这些学生 刚开始教这前几些学生 就是给我很多帮助 就是过年过节送个礼物 然后在一些专业领域 也有很多帮助 甚至说服他们的主管 聘我当顾问 所以我感谢这些学生 也是送我商务饭吃 那这些学生后来还有一些人创业 创业也是聘我当顾问的 好 所以这对我来讲 开课虽然没办法赚到什么钱 但是就是跟大家一起成长就很开心 然后这边我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故事 我刚来成功大学的时候 是刚好就整整十年前 应该是2012年的7月 我先来 我是9月才上课 2012年的9月才开学 但是我大概7月 7月的时候我就先来 然后先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家长 家长就来找我 他儿子想要跟我学成事设计 然后我想说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想 这是妈宝 什么的 这是自己不来 找一个妈妈来讲 然后我说 好啊 来来来 我就约一个星期三的下午 然后说 那你就请你儿子来 结果那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候 这个妈妈来了 他儿子也来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吓傻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他要请他妈妈来了 因为这个张博成同学 你画面都看到这个张博成同学 是我们成功大学 这个创校80年 第一位 全盲生 就是眼睛看不到 但是他很坚持 就是在学成设计 有蛮多人就是 是全盲的 但是多半全盲的人 是选择该读 这个人文社会 或者说读这种医学 然后就要不然 那个附健 就是有这种需求 但是张博成同学很坚持 他就是要写成设计 他说因为盲人 有很大的障碍 就是很多软体都不适合盲人 他想有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软体 并多半的时候不是有盲人去开发的 所以他觉得是他想写成设计 然后想要克服这个盲人的这个问题 这没完全感人 对不对 但是教他们 教他实在太难教了 就是我刚开始教他的时候 我教他在Linux上面操作 因为我想到Linux上很多是文字 然后张博成同学 他不是只是全盲 他是多重障碍 你可以在这个相关的报道 可以看得到 总之这个多重障碍 包含什么 原本眼睛都看不到了 然后听力也听不到 然后他的肌肉是萎缩的 所以其实你们看到他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驼背 不是坐姿的问题 因为他的肌肉是萎缩的 然后听力也听不到 所以像那时候我在Costcar 这几年前我在Costcar跟他演讲 然后有人提问的时候 我要蹲在他旁边 就是我平常跟他互动就是这样 就是在他旁边 然后但是我刚开始 10年前我刚来 刚来成功大学的时候 不晓得 所以我就脾气不好 就骂张博成说 我刚才讲东西你怎么没有听懂 骂了一大堆之后 你知道张博成同学 就是那种头转一转 说黄老师你刚才讲什么 你知道吧 就是我骂了一大堆 结果因为他听力有问题 他听力有一些障碍 就是比较非常近还行 但是张博同学真的是很了不起 就是说你看很多人 势力良好都没有写成诗了 他是看不到 他照样可以写成诗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诚诗不是要缩牌 对不对 你看Fore围圈 画围圈 不是要缩牌 你想到遇到缩牌怎么办 多半人是按Table 或是让Edit来做 对不对 大部分人是这样干 对不对 张博同学是看不到的 他只是用摸的 对来讲 一个空白 两个空白 三个空白 四个空白 全部都在一个点字来讲 都是空白 所以他怎么做缩牌 对 就是用背的 可是问题是 你背一段两段 还听起来简单 但是陈思玛是多了 多了跟什么鬼一样 对不对 这样可以背 但是张博诚同学就是很聪明 然后我很感谢 我能够遇到他 其实说真的 我刚来陈国大学 教书教大概两周吧 两周三周我就想走了 就是 因为真的做 就是你从产业到学界 真的落差蛮大的 先不讲薪水 对不对 我对薪资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就算我当时不缺钱的状况下 我教书还是教得很苦 就是 比方说讲的东西 学生也听不懂 然后会有学生抱怨说 为什么课堂上都没有准备教材 什么鬼的 这种之类 对不对 就是学生抱怨的方式 很多种 那总之呢 我好几次想要离开学校的时候 然后我看着张博诚同学 因为我跟他有个约定 就是张博诚同学问我说 他问我说 黄老师你会在陈他教多久 然后我就说 你什么时候毕业 我就教他你毕业 至少会给你教到B位置 他从大学部研究所 硕士念到现在博士 那我很感谢他 就是我中间很多时候呢 其实很想离开学校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给我启发 然后也因为他呢 让我觉得说呢 其实各位都是可以教育的 就是很多人是可以教育的 不管是成功大学的学生 或者说你通过网路去参与 你看多重障碍都可以写程式 而且他写程式呢 也不是一般的程式 然后张博诚同学写什么程式呢 他的研究主题是密码学 一堆数学士帅巴 然后呢 他跟我一起和谐程式 像星枯英 对标凡他写的是输入法 然后他写盲人的点字乐谱 他对音乐很有热情 他耳朵听不清楚 但是他声音是这样 也是用硬背的 像贝东芬这样硬背的 所以你看 遇到这样的学生呢 都很大气泡 而且陆续呢 也因为战博诚的关系呢 陆续有些学生 也愿意来成功大学读书 那我在陆续遇到 大概三四个这样的学生 那我觉得 都是可以教的 而且就是说 很多人他是 身理上 physically 有障碍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到了 研究所才开始学数学 但是还是可以写程式啊 我真的有遇过那种 就是大学读历史系的啊 那毕业之后呢 也正常可以到联网课工作 所以我相信呢 各位同学都是可以学习的 不只学生的 不然说已经在工作了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什么 简单说呢 我在大学呢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使命 很简单 就是我想要为替纳税人把关 搞清楚说呢 这些钱交给这个大学 可能大家知道就是 我们的教育预算呢 其实比国防预算还高 就是说围绕在整个教育高等 高等的研究上面呢 这些经费呢 是比国防经费还高的 那既然呢 国家把这个可观的数字 你是去查这个每年的这个预算 就是可观的这个数字呢 从纳税人身上这些血汗钱 交给这些研究机构 这些高等机构 那我就想知道 我们的大学做什么事 我在进入学校之前呢 我是充满疑惑 那我现在在学校体系内 体系内呢 也是十年了 那我就比较了解 做什么事 也因为了解这些事情呢 所以我希望呢 通过这样的课程 引导大家就是 让学生有能力 有勇气面对资讯科技的挑战 所以我们开这个课 好 这个目标呢 真的很简单 就是像我刚才提过的 我认为真正一流的大学呢 就是要培养精英 那但是这个精英呢 并不是那个打钩高空的说 自认为自己很好 自认为自己很好 那个叫什么 那叫百灵果 就是那个 千灵果万灵果 就是不管是百灵果 千灵果万灵果 反正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优秀的 我们不是要培养 大学不是要培养这样的人 大学呢 我想就是我们 在培养精英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守住一个最低限度的 就是让我们的毕业生 都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唯有过更好的生活 大家过得更好嘛 对不对 你有闲钱 然后你可以捐钱回来 然后你有闲钱呢 你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更多的规划 那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知识 真的可以对你的人生有什么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你才愿意这样 你作为一个纳税人 投入这些血汗浅到这些高中教育 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这一页我想 不用讲得太明白了 你了解 我不怕得罪企业 我只是知道 让大家了解这件事 就是我不会想要跟你讨论什么 学历重不重要 就是常常 虽然常常会有问过这问题 就是说 只有一个高中学历 可不可以再尊重科技产业 其实我说呢 我不太想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说你自己 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障碍 然后你要跟我讨论 一对一讨论 我不是关于的 但是我现在更想讲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尤其像成功大学的学生 你已经是所谓的PR99 你已经是负责纳税人的期待 但是你的能力 有没有展现出来 然后你看 你爱的企业 你可能爱的企业是像什么 Google Facebook 这些企业他不爱你 你说 哎呦我好喜欢Google 那Google说 好啊你好喜欢我 就每天打开YouTube 每天打开Google 每天用的服务 那我们给你拍拍手 但是问题是 真的要拼用的人的时候 不会拼用 对吧 你纪律表总是这样 只是石沉大海 然后呢 那有些企业是很爱你的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有些企业 就是什么那个成大 常常就会听到什么 那个什么企业界最爱的人才 但问题是爱你的企业 他你又不会自身的爱 对不对 你去看看 企业最爱的人才 那些企业是什么 对不对 你就看那些企业 那些企业呢 原则上他都是好的企业 但是呢 但是你为什么不让把这些机会 让给那个PR98啦 PR97啦 PR75的那些人 去去嘛 去做 去去去去 就你既然不是真的爱人吗 你为什么不把机会让出来 那我想呢 真正大家问题真的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选择 其实你看起来选择很多 但是呢 往往这个选择呢 让你这样 让你不见得有这个发展的空间 这我想这个课程呢 我想引导大家去了解这些事情 然后有些话呢 就是其实是很空虚啦 像什么什么 产学落差 落差本来就有了嘛 如果没有落差的话 那就比较学校了 对吧 但是呢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说呢 你在大学四年 你学的东西真的有比高中三年多吗 你问问看自己 你高中三年想想很厉害啊 你可能读第三类组 哇想想厉害啊 对不对 你那个生物啊 然后物理化学 数学英文 对不对 这些都本来学了 然后那个什么 你也知道在台湾 那个自然组还要读地利词 对不要怀疑 社会组是不需要读那个物理化学的 但是自然组是要读的 所以你看高中读那么多科目 因为这样结束了 没有还要读音乐哦 如果音乐没上好的话 那个老师还会还会跑到网上哭 对不对 所以那个音乐啊 然后那个美术啊 体育啊 这些课都要上 你高中少 很多课都上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三年可以学好多东西 可是你到了大学四年 其实很多人 在我在成大的观察 很多人在大学四年学的 根本就没有比高中三年学的来得少 而且就算你在研究多待了两年 或者更多年 其实说真的 你也没有培养到专业 这是很大的问题 好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好 往往呢 是因为 呃 你就 忽略了 产业到底要什么 好 其实你想就是说呢 很多人呢 你想 就是 呃 教你那些专业的是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 往往他已经有一个人生目标 对 他就是 呃 他就是读到博士 然后呢 到目前的学校 例如上成功大学 他是很优秀的人 然后他在专业领域呢 有有很多发展 我们我们学校有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专业 从这种 呃 职通讯的啊 然后到这个材料啦 甚至在人文科学啦 呃 法律啦 这些之类的 都是有很多发展的 好 那注意到 这些教授呢 他们当然可以给你这个 呃 在专业上可以 这些启发 但问题是 你往往你的目标 根本不是当大学教授嘛 所以 呃 他们在专业上给你启发的时候呢 其实你还是要看你自己什么 你自己在 如果你目标是资讯科技产业 那你当然是要 去找资讯科技产业嘛 那这个时候呢 往往就是大部分的大学教授 没办法帮你 那但是我 我刚好 我我可以跟你一起讨论 那注意到 就是我刚才讲过 因为我的背景呢 我其实我 看的这个面向还是比较窄 我 我还是有一些很遗憾的地方 就是 有些公司 我有机会去 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去 进去 里面工作 像一些这种 internet company 我很遗憾的地方是我 呃 工作二十多年 还没有机会到 真正的internet company 工作 就是我有在 云端的公司工作过 但是我没有做过internet company 不过 我相信依据我的人脉 跟我的一些 呃 一些 这个 呃 各位的这个学长学姐 还有些 其实校尾的力量 还是可以配合 那 引导大家 那我想这可能最主要目的 就是引导你 找到适合自己的 资讯科技公司 好了 那不要怀疑这件事 这个东西呢 是超级难的事情 那这件事呢 其实说真的 你在大学一年级就该想 哦 而不是说你在大学学了一堆课 正正的发表一堆 发表了一堆论文啊之类的 你才可以想这些事 其实不是 哦 因为你 百分之九十五的状况下 很可能 根本就不是要走学术这条路 哦 那 那你想啊 你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线 根本不是走这个 走研究这条路 那所以你就要去想啊 就是 这就是你要自己做功课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 你选择到资讯科技公司呢 这些专业的 其实在学校里面还是有关联 所以你应该是 一边找你期待的公司 或者一边去观察 去衡量这些公司的特性 那一般一边去找 适合就是相关的课程 对吧 比方说你想要加入Google 那你看 Google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开始看 从那个职缺开始看 我们在这部课 也会带着大家去看这些职缺 那你看着看职缺之后呢 你才知道去上什么课嘛 对吧 而不是说 你上了一堆课之后 再去找这些公司 你不觉得 这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很单纯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总是把 简单式搞复杂 对不对 然后才更加 大学学的东西没有用 那注意到 大学的东西呢 绝对不是没用 对吧 你想大学不管开什么课 至少对一个人有用嘛 对不对 大学教授至少他怎么样 终点费会拿得到嘛 对不对 住校还可以拿到一点钱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他不可能完全没用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说呢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现在呢 你身边会有 就是像你遇到的师长们 他可能是在 在学界 那你不是在学界 所以你要去看产业 那产业呢 毕竟很多元 那你很可能冲到 只看到说什么 AI 然后看到什么 互联网 网机网路 或是什么 区块链 这个是一个类型 但是呢 它有没有反映到 资讯科技的需求 往往没有反映到 因为它只是一部分 然后呢 再来是 我想大家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景气的循环 你想一个简单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现在 我先假设 就是我们这门课 是给大学的高年级的学生 所以我们就先假设你是大士 我是研究硕士班的学生 硕博士班的学生 好 所以我先假设你现在是21岁 你想想看 你现在是21岁 虽然人生看 虽然跟你的这些师长们比起来 你年纪很小 但你想看 你的人生21年 是很多大事件都遇过 对不对 你想 你有没有遇过大地震 有啊 921大地震 你有遇到 然后就是 我讲的可能不是说 你出生的时候 出生之后才发生921大震 大地震 因为921地震之后呢 后面那个灾后重建 其实很长的事情 好几年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21岁 在你这个出生前后 其实这些冲击就有 然后呢 你有没有遇到金融海啸 有 你有没有遇到QE 有 那你有没有遇到这个 世纪的这个什么 就是全世界级的这个 这个传染病 有啊 你有遇到什么 遇到SARS COVID-19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的老爸老妈 有没有遇过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事件 其实说真的 他们遇到的大事件 跟你遇到的事件数量 其实差不多了 你看哦 你的年纪比你老爸老妈 比起来可能只有一半 或是一半不到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你遇到的大的事件 全球性的大事件 的数量 完全不会输给你爸你妈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事呢 其实表示说呢 你爸你妈 你那些师长们 他们很多经验的 其实不见得可以帮助到你 因为在现代的讲话呢 这些景气的循环 这个大环境的冲击 是比以前更大的 以前还有在上个世纪 可能还是区域型的经济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就是在上个世纪呢 就是有些企业 就所谓的西晋 西晋那是讲什么鬼呢 上个世纪讲西晋 就是说呢 去到中国大陆 那到中国去发展的话 你大概知道 就是有一个红利期 在上个世纪呢 就有很明显的红利期 那你可以问到蛮多人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赚到钱的 这个像什么旺中 旺旺的那个 就是这样种 这种企业 就是很多就是赚这种红利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 他们不见得可以 就是不见得可以 一直发挥这个优势 然后呢 以前景区循环呢 大概是 二十几年前 大概就是可能四年五年一次 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景区循环会 会有这个 很高需求的 然后需求会降低 那以前那个循环大概四年五年 但是各位要注意到 现在景区循环呢 周期已经大幅缩短 很可能就降了两年 也就是说呢 这些公司 他可能在去年前年还说 我们密集要招人 然后现在跟你讲人事冻结 那这个东西呢 影响是很大的 再讲一次 就是因为景匪循环的周期 大幅的缩短 所以呢 导致呢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呢 很多同学就觉得 我要准备好再去 但是这就是问题 因为呢 景区循环 导致呢 你知道吧 就是 之前人 招募招很多 甚至能力比你差很多 人都可以 认为进去很不错的公司 但是 等你要进去的时候呢 发现什么 等你想要进去的时候 发现这个 人事冻结了 这是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特别要在大学开课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的专业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可能觉得 你的人生是什么 是一个阶梯 但我跟你讲 不是 你的人生应该 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的人生 事实上是一个 偶尔会有一些大风 大风起来 你想想看 假设呢 假设你高中的时候 就是 就是 或是那个 上大学的时候 你去办那个 就是办一个 旧学贷款 那旧学贷款干嘛 那把旧学贷款拿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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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把 那个 旧学贷款拿去买比特币 然后呢 你在 大一的时候买 那你只吃到大学三年 去买就好了 就是光那个 你知道吧 之前那一波 就可以赚很多了 就是 像那个 之前 像以太币 大概有涨了十几倍 大概十三倍 那 所以 这你懂我 对吧 就是 其实呢 这个你人生 就会遇到这种 那种起风的时候 那所以 你可能以为说 你的人生是这样一个阶梯的 其实不是 是偶尔就会有这种风 就刚才讲的 像加密货币啦 什么AI这个波 那你呢 是遇到那种 起风的时候呢 要怎么 要抓得住 所以呢 特别在这门课 其实是希望大家去 去思考 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策略 这个 一旦呢 环境有变化的时候 你要抓紧 比方说你发现说 这个公司呢 有些你心目中 喜欢的 你很希望的公司呢 他就大举招财 那你就要开始思考 因为 这些公司在大举招募人才的时候 你很可能在此时此刻是没有 没有具备能力的 那你要想 他大举招募人才隔年会不会 什么 会不会紧缩 会不会 会不会人事冻结 那因为 这个周期变短了 所以变成说呢 隔年可能会冻结 但是大户年可能会重新开启 所以我在这过程中 我该做什么事 然后比方说我在专业上 要长进 或者说呢 我没办法进入 我很理想公司 那我先找一个 跳板的公司在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策略 所以我想呢 这个是在 我想在这门课呢 想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然后呢 请你不要把面试 当作一般的考试 考试呢 或是比赛 往往我们在意公平 但面试来讲 公平呢 其实不是最首要的考虑因素 我们之后会讲 其实这个面试呢 它只是资方劳方 就是潜在的资方跟劳方 相互沟通的基础 其实往往呢 这是要看什么 看需求嘛 你看一个公司 如果大局在招人财的时候呢 很可能它的标准 可能会比较低 然后它的某核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每核的时间 可能会变短 那反过来说 在人事冻结的时候呢 你可能一个旅表记的 到人家有回应 可能要很长时间 那不管怎样 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做好准备的 所以我们在这门课呢 希望带着大家去看这个职位的描述 然后知道这个选择 然后把你的简历写好 然后做一系列的这个模拟面试 那包含是我们的作业 我们的作业里面呢 也有很多是能模拟面试 然后再次说呢 就像刚刚提到 其实要一开始到心目中理想的公司呢 是很困难的 但是你可以怎么 你可以找一个跳板 对不对 你看就是 就是你一开始要考到台大很难嘛 对不对 你可以先读中华大学嘛 读完中华大学之后呢 再去读台大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只要你不要去选这个 选这个民意代表 对不对 你不要去选这个 这个直辖市的这个县市长 对不对 你也不会通常不会出事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呢 其实很多东西是 要一次要考上台大 这个难度很高啊 要协同很好考上 但是呢 也渐进式的 那其实工作也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很多人很不屑这种事 但是说是 你想想看 如果 过去 50岁退休 那的确呢 一开始就要找到好的工作 但是你看 以你各位的状况 没有60岁 是不可能退休的啦 就是你看 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对不对 国民年金啊 劳保啊 健保啊 对不对 我们这些社会福利制度 还是什么 就是陆续的这些 会有遇到破产啊 或是遇到一些变动 所以导致呢 各位的退休年 时间大幅的延长 所以就是 各位的父母 已经是60几岁退休了 很可能就是60几岁退休了 那到了各位的时候呢 我讲的各位是21岁 用21去捧点 很可能是67岁起跳 甚至有没有到70岁 我都很难讲 那人生这么长 那你中间有转职啊 跳槽啊 退场期次啊 这个是什么 现在就要学啦 对不对 不是到了职场的时候才学啦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大家就要了解 就是 整件事呢 绝对不是取得门票 门票是让你入场 但是同样是入场 为什么有的发展会不同 好 那这个 我讲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 呃 这边就是我的目标设定 然后 我也希望各位就是 呃 你要了解 你现在有机会在哪里 然后呢 了解说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职场上 其实很多时候呢 它不是讲究公不公平 因为往往就是 每个时间 所谓的公平 是要一个全域的去看嘛 对不对 就是全局的去 全范围去看说 哎 你的表现是 这个人表现怎样 这个人表现怎样 好 所以我要取 这个人当第一名 要取另外一个人当第二名 对不对 但是呢 以职场需求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产业需求是什么 一阵一阵啊 有时候需求是大 有时候需求小 有时候有什么产业 直接遇到很大的冲击 甚至有可能因为政治力量 觉得这个 或很大影响 这都可能会发生 那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很多人对于这种 市场变化没有感觉 就是 比如说 只是看当下什么东西红 然后就学什么 然后你也没有做好 这个必要的变革 那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惨的地方是说 你很可能就三心二业去看 一下去学人工智慧 一下去学物理网 一下去学人工智慧 然后乍看 自己什么都学到了 好像都什么都学了 但是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呢 距离来说呢 我希望针对这些学生 就是 特别是你的起点呢 是比较低的 我会对你有兴趣 但是 我没有要保证你什么 但是我希望花时间在你身上 希望刚才提到 如果说你是什么 政治系啦 历史系啦 然后经济系啦 这些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都有还不错的成就 其中有一个像有一个同学是 他以前念经济系的 然后他现在在Sansom 就是韩国Sansom工作 那我觉得很棒 然后来到他从成大经济系毕业之后 去收我大学 然后就 那其实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如果你真的对Compute Science有兴趣 然后而且你想要投入产业 那我想我应该要帮你 第一个你对Compute Science有兴趣 而且到了资讯设计产业工作 你跟我可能是同行 而且我开公司可能要靠你 对不对 就算不开公司 对不对 就是像刚才讲 赚一些顾问费 可能要靠你 对不对 你要跟你的主管说服你的主管说 这个应该聘黄老师当顾问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赚一些外快 所以就说 如果你不是那种连续的书圈奖歌主 那我就很有兴趣说 以你现在的状况 可以争取到时候多大的一个机会 多大的空间 好 那这个 这也是我想这个课程 想要带给大家的 就是 毕竟你跟我都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好 然后 如果 你没有 那种成绩非常好 就是 学业成绩非常好 而且你竞赛成绩也比较少的话 但是你想还是要想试试看的话 我也很有兴趣 就是 当然反过来说 如果你那种竞赛成绩非常好 然后 我想 你就应该也必须来上这么课 如果你真的什么ACNICP 真的很亮眼的话 那这些 明星的公司应该来找你的 那这些公司如果没找你的话 好 你再跟我沟通 那 就是我在强调 就是我现在很有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就是像各位这样 就是 逆境考上 还不错学校 虽然你不是学统最好的 你知道吧 就是 学统最好的就是什么 建北台台台 建中北一尼 台大台台台台 用习统好的 但是说 各位呢 虽然不是学统最好的 但是 还可以 那还可以同学 为什么没有一个什么 为什么没有一个还可以的成就 对吧 中华大学的学生都可以考台大了 对吧 你可能看不起他 对不对 看不起这样的一个中华大学来洗学历的 但是你想看你自己 你自己难道什么 你的气泡点比别人高 但是你的展现 展现出来的成就又怎样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有兴趣 就是你的气泡点可能不高 但是呢 能不能呢 我给你退一把 或者说呢 我去给你一些资源 然后你可以往上冲 尤其呢 在你这个职业生涯 这么长时间 对吧 就是以前50岁 可能就退休了 甚至 甚至如果说 那个某些行业 像那个军人 军人40岁就退休了 就是在以前 40 50岁 退休的年代 那个 我想开 像开这种课 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如果退休年限 从60岁 延后到65岁 甚至到70岁的时候 我想开这种课就很有用 对不对 因为人生就是 可能一直在转变 好 所以这个 我具体目标真的很简单 就是呢 同学们 可以多一些去Facebook 去Google 去Apple 这些企业 当然不是说呢 去这些企业才是有成就 但是就是 我希望呢 总是有钱过得相对之好的 就是 而不是 而不是大部分的学生 去轮班 而最大 我不是说轮班不好 而是轮班的话呢 毕竟你 就是比较难有自己的时间 跟其他互动 对吧 就是 就是有很多企业啊 像台积电 这是世界一流的企业 对吧 这是我们讲出来 都是很骄傲的企业 但问题是 在里面的员工 不见得会有 时间去帮助别人 对吧 因为他们在 在这个什么 十万青年 十万 十万 十万军在 在什么 在为 这个 引导台湾的 这个 这个产业发展 对啊 但是呢 我们就像有些人 是呀 是 他不只自己过得好 他有些闲钱啊 然后 然后一些时间啊 可以干嘛 去帮助别人啊 不管是捐钱到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基金会啦 捐 帮助这个学弟学妹啦 甚至引导这些人 那但是显然在台积电局 比较困难嘛 因为 你干嘛 那个企业性质的关系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几年呢 还不错 就是说 除了这个基本的 这个去联发科 注意了 我们中等学生 应该都可以去联发科 如果你中等 你是中等 但是去不了联发科 你一定要检讨的嘛 对啊 就是这个 这个去联发科呢 是 不会太困难 是中等的 学生应该都做得到 然后呢 最近有一些学生 就开始去Google 亚马逊 然后 那有些地方比较空缺啦 就那个 Apple 我觉得很可惜啦 就是Apple 现在 我还没有写出来 就是 还有一个还在谈 好 然后呢 开这么课呢 我希望告诉大家 就是说呢 就是 开这么课 其实难度蛮高的 就是 第一个呢 课程规划比较难 以外再来是 因为我会讲一些 产业的一些状态 好 这个传业状态 并不是说 这个讲说什么 要收购什么东西啦 而是说呢 我更提醒说 这个 就是 比方说 这个职缺 或者某些部门 在做什么事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说真的 尤其在台湾 我很不喜欢这种 风气啊 就是台湾就是 会有那种匿名 骂来骂去的 什么什么 什么天影通系列的 但是呢 去正面的 去讲 这个机会在哪里 反正这都不太讲 我觉得这个 很不好 就是台湾骂人 骂得很厉害 但是说真的 让大家知道说 接下来会有什么 很大变化的 这种资讯就不太讲 然后呢 就很多那种投顾的 投顾就是 那个什么 打开那个电视 老师在讲 你有没有听 想搞屁啊 这些人 这些人以前念什么的 念历史的 念中文的 然后跟你讲说 哦 跟你讲这个 元宇宙怎样 你不觉得干嘛 对不对 这些人 连那个 PNP PN将学 那些什么 电动啊 那个 不要说 连那个 职能转换 那什么 一点NC平坡都搞不清楚 然后这些人 跟你讲 台积电怎样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生气 这些 这就跟他扁下去 对不对 等会 等会比较有空 说明也想要去 上节目跟他们吵一吵 所以讲 我们现在台湾的状态就是这种 就是 真正的讲 这个产业的变化 不是行家在讲 行家就躲起来 你看 你看这个 之前发生很多那种资讯的事件 不管是那个什么 资安的问题 或者说像这个 什么半导体 什么 真的内行是不讲的 然后都是外行 讲老半天 那边都是吵来吵去 所以我就很不喜欢这种状态 所以我就干脆来开课 与其呢 就骂这种事情 不如我自己开课 自己跟讲这些产业的动态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没有入理的 所以再讲 我们现在的课程是这样 就是通用的概念 我们会录影的 例如什么呢 你可以来看 你可以来看 去年的课程 我们尽量的让这个资讯 是公开流通的 所以像这个什么 像你看这边有录影 这边有录影 就是跟假设 产业的动态 产业的发展 所以你看这个 其实都是有录影的 除了这以外的话 像这个产业趋势 那这个是 有时候不是我讲 有时候我跟其他的老师 跟其他的那个 这个产业专家一起合讲 那这个是梁波冲博士 那现在是台大资工的 这个客座教授 就是讲这个运算平台 就是有那个第一手的消息 那像这个就公开的 那甚至呢 是像那个 求职的 什么IC产业结构 然后 工程师的机会 这种 这个也是会公开的 所以就是这种通用的概念 一般性的概念 就是我们会公开讲的 然后不会公开讲的部分 就是像这种 就是那种内幕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是 我有这个责任 去告诉这些 那为了开这项课呢 也必须要找 要找律师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生态 你看就是说 你看你身边在台积电工作的朋友 他们很少在专业议题讲话的 为什么 他不是不懂啊 他是不能讲 就是说 你问他说 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之后 对半导体有什么影响 你注意看 你身边台积电的人全部闭准 然后只能贴出 带小孩出去玩 我现在就是讲 讲这个疫苗的状况 他就是不讲这个产业 台湾这个状况就很不好 你说为什么他不讲 因为公司法务很强啊 但是我就很不喜欢这种状况 就是一堆搞不清状况 一堆念历史的 念中文来跟你讲 半导体产业 搞屁啊 不是说学历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但是好歹我们读Compute Science 好歹各位读这个Double E Compute Science 我们这些 而且台湾明天就有专家 但是真的专家 不上去讲话了 这个这个信仰不好 那我过去呢 就是有这个20年以上的 这个软体开发经验 那我在台湾海峡两岸 会有些接触 那除了在成功大学兼课以外呢 我在中国 中国的学校 像这个中国兰州大学 我也有兼课 所以我相信我对台湾海峡两岸的这个政治 还有些产业 有些概念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一些了解 好 然后呢 注意到的就是找工作呢 绝对不是写这个个人简历 很多人就觉得说找工作是写简历 但是这不是 注意到找工作呢 那是个博弈 面试本身就是个交易 就是你想那 你想你想一件事吧 很多公司呢 他都说择优好了 那真的遇到一流人才的时候 公司给得起那个薪资吗 而且呢 如果公司里面的每一个都是 都是一流人才 都是那个 都是神级的人 那请问怎么管理 你想Google Google里面当然有很多大神 这是名话说 对不对 但你想一个简单事情 假设Google里面每一个都是大神 那谁管他 谁去管理 然后呢 直接讲结论什么呢 结论就是说呢 Google这种公司 的确是有大神 但是真正直确是开在哪里 开在辅佐 配合大神 一起工作的人 再讲一次 就是在Google里面一定有什么 Machine Learning的大神 对不对 然后可能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Big Data的大神 但是呢 围绕这些大神之外呢 要有人去写程式 要人去测试程式 对不对 你总不能叫这些大神 干嘛 自己写程式自己测试吧 对不对 不可能 对不对 这些大神 有的就是设计一个框架 设计一个主体 或者是有些关键数学式 但其实一定有人去写 一定有人去写程式 当年那个 Google的创办人 那两位创办人提出Patch Rank 那就是依靠演算法 你以为程式码是他们两个写的 不是 程式码是别人写的 所以他们当初提出Patch Rank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一些数学师 然后呢 这也不是八卦 就是你可以去查看 就是这个早期 这个Lady Page 他在早期呢 他被人家挖出 他在什么1996年97年的时候 还问人家怎么写程式 就是问现在第一级的程式问题 那这个 但没关系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就分工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 一个公司 其实他绝对不可能 即便是Google来讲 绝对不可能每个都大神 所以呢 配合这些大神 一定要有一些中等的人 然后配合中等的人 一定会有一些比较 再更弱一点的人 所以其实各位都会有机会 只是说呢 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你们去掌握 好 所以呢 你要想就是说呢 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呢 知识普通呢 跟大神就没有竞争机会了 其实不是 就像刚才讲的 你要把它想成一件事吗 就是他就是这个需求问题 很多公司呢 他真的真正开需求出来的时候呢 他会写折优 但是这个折优呢 不见得是条件优秀 它是比较起来 对吧 你想一件事就是说 假如今天这个公司要有人做区块链 然后呢 那你大概也知道 区块链在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就是区块链现在是 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在熊市 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呢 发展不好 那产业发展不好的时候呢 其实说真的 这个 这个很多区块链公司呢 其实现在没有赚 没有赚太多钱 之前牛市的时候赚一大堆 但是现在显然就是赚的比较少 然后你看到 能力如果差不多 都可以开发什么web3 开发什么contract 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你期望薪资7万 另外一个是开 期望薪资15万 你就公司在取哪一个人 就是7万的 懂吗 懂意思吗 所以其实呢 你的弱势呢 有时候是变了一个优势 因为很多人就是 他可能要货比三家 他可能就是 你在那个PTT啦 或者在很多地方的那个 就会看到说 哎呦 他一口气拿到二十几间 二十几间公司的offer 但你们想过一件事 好了 他可以拿到三十间 三十间公司的offer 三十个 三十个position 他最后能够去的公司 也只有一间啊 那他如何跟那二十九间 公司说 对不起 很难啊 对不对 而且 发offer难道会在同一天发offer 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变得说有些公司 他就会拖到 但是反过来说呢 你可能一个状况比较差的 公司问你说 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No 对不对 你就说 No 像我以前呢 我面试的时候呢 注意啊 这个不要学啊 这个 我这个跟你 有时候 因为需要去做秀 就是 你知道我像我学历差的 好 那这个是真实故事啊 在2003年的时候 那时候 去面试一家公司 那你也知道 就是我学历不好 然后去面试的时候呢 就是前面 城市的问题已经问完 所以那个主管还算满意 那他就对有些东西很 你知道吧 就是有一些问题嘛 对不对 就是找一个这个 你知道吧 就是我那时候 2003年去面试的时候呢 连总级小姐的学历都比我高 所以呢 那个主管就很苦恼 然后呢 主管很苦恼的时候呢 但是我知道就是 因为他如果那一关过了 就是主管那一关过了 就是要谈薪水 那我那天就故意逆向操作 我就干嘛 我就穿一个那个 穿拖鞋 对不对 就穿拖鞋 穿短裤 就是此时刻这样 穿个短裤这样 然后就是 就是穿这种 很随便的穿着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呢 注意啊 这是逆向操作 对吧 因为他公司 我知道他公司质疑 因为他就担心我的学历 然后呢 这个公司就会突然 你知道那个老板就 哇操怎么来一个 来一个路人 对不对 那时候又没有外送 对不对 没有胡帆打那种东西 然后就 哇操公司怎么来一个 说这是来应征的 你知道这个 然后大家就吃自己 别的那个 这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前面都穿 比较正式的 然后我就故意穿这样 然后呢 我就干嘛 吸引到总经理的注意力 那总经理说 你是来面试的 对对对 我就跟总经理说 总经理我跟你谈一谈 你请给我10分钟时间 跟他讲一些 一些话 然后总经理也是好奇 说你这样 你这样大学没读完 反正问你得53了 然后他就说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来上班 我就说 No 然后我就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穿这样吗 因为我今天就要工作了 他说 可是现在4点了 我没说几点下班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做秀的 好 anyway就说呢 你要想清楚你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呢 并不是说没项 什么又高 高富帅 才是优势 那叫绝对优势 其实高富帅不用三个都有 富 有钱就可以 然后如果钱不够的时候 再看高跟帅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很多人都只看绝对优势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要注意到 以职场需求来讲 他并不是 这个绝对优势 他就个博弈 因为你看 要等个绝对优势的人 绝对优势的人 他可能这样 他可能看不起 这家公司的薪资啊 或是他可能就要动摸细摸 他就说 哎呦 我就是要挤满30个offer 就是我们之后跟大家讲 其实挤满30个offer 这种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不信的话 你自己去问问看那个HR 因为你要怎么跟29间公司道歉 你告诉我要怎么做 跟5间公司道歉 我做得到 但是我还没有试过 跟29间公司道歉 你想这样道歉 难道不会出事吗 那反过来说呢 你虽然看起来 诚字能力可能没有特别好 但是有些地方可以让啊 对不对 表着薪资可以让啊 表着这家公司 名字够好听 那我薪资可以让一点 或者说上班时间 你就可以说此时此刻啊 现在就可以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就是进程要件 而且呢 在景气循环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 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奇言 要件它反而变了一个重要议题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继续看了 就是在这个驴律表 其实你要想件事是什么 驴律表呢 其实关键在说这个 在哪里 就是 其实你要想就是 它其实更像那个产品 产品清单 你看 像我现在就是带这个 我就没有要代言了 对不对 我没有在做业配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找我做业配啊 去年有一家公司找我做业配啊 好 我就觉得奇怪 我这个频道好像才一万多人 我就搞不搞屁啊 对不对 我每次看到那个 看那个什么爱丽莎莎 我就觉得 对啊 我的频道好像没什么要看好 但是好像好像就去年 前年都有人找我做业配 好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 健康饮料 要找我做业配 欢迎 你想啊 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东西啊 你想就是 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一个饮料 那你想 铝表是什么 铝表其实就是这种东西 你看饮料的这边 所以其实 铝利表呢 其实真正被看到时间是很短的 那你要怎么去展现呢 其实你要想就是 我20秒内 就被看完 这个20秒呢 其实是 其实不是很科学的算法 但是 这是我以前的经验 我在以前在一些大公司待的时候呢 我一天大概要看400份 400份简历 那你想一件事哦 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 那你一天要看400份简历的话 你想花多少时间看 如果你 你花8个小时看 对不起 那是对不起自己 对吧 就是 那你原本的要做事怎么办 做不完 但是呢 如果你只花20分钟看的话 这好像就对不起应征人了 应征人来自世界各地啊 对不对 结果你才花20分钟看400份简历 所以其实这都会有问题啊 所以 这边写个20秒呢 其实是 偏高的啊 就是事实上 事实上真的看的时间更短 而且 而且那个 你想20秒 20秒可以产生什么 那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有几个要点呢 其实蛮重要 不要一直强调说 自己很会什么东西 而是说呢 你要配合 就是公司需要什么 你讲什么 然后 然后 有一些东西呢 绝对不可能是他非常亮眼的 就是比方说像学历嘛 然后 然后 这种东西对不起啊 就是 就是 你要 你要 改进很 大幅改进很难啊 除非你说 从中华大学到 那个台湾大学 对不对 然后你 你也是要搞 搞就你 什么切入嘛 对不对 你要找到 有人会造你的教授嘛 对不对 就是 这个不是说 要有就有了 但是呢 你一定有办法 依据公司的需求 去调整 然后 所以最后呢 最关键点是这个 帮公司获利才是真的 就是 有很多点呢 就是说呢 有很多东西 可好像写出来很厉害啊 对不对 你当了学生会长 好棒 你修了Machine Learning 好棒 但问题是 现在公司可能 公司现在就是要 Linus Divine Driver 你说 Machine Learning好棒哦 你是数学奥林匹亚 好棒哦 对不对 可是公司要Divine Driver 或是公司说 我要人乖一点 我们要 我们要轮班 所以你要把这个 人家要什么 把它写出来 好 这讲的好像很含糊 然后我们再讲具体的 好 就像刚才提到的 其实呢 一个职缺呢 会有五百分以上的简历 是会发生的 而且这边还是低估的 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问这些数字 这是我以前 还有在第一线看 看预标的时候呢 就是就真的四五百分之 很有了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东西 你要想就是你就是一个什么 你就是一个产品清单 就是像这样 就是要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但是呢 印象深刻呢 这件事偏偏就很困难 因为呢 往往什么东西印象深刻 比方说台大一课 哦 对不对 就是印象深刻 哦 奥林匹亚 哦 对不对 就是听到就高潮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绝大多数人 是没有的啊 对吧 就是 而且说真的你有台大一课 有奥林匹亚金牌 说真的 你也不需要来上这份课的 所以我们真正有兴趣的地方是吧 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地方是 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绝大多数人 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要去怎么展现 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去思考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职缺 你要围绕在职缺本身 所以注意到呢 并不是要去推销说 你自己能力什么好厉害 有棒棒 不是 而是呢 你要搞求人家到底要什么 那注意到这件事呢 其实需要一些内部的资讯 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些大神啊 来来看那个比尔盖茲 比尔盖茲的简历 哇 这个真大神 好 比尔盖茲呢 18岁呢 这个简历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啊 那你看 你知道吧 48年前呢 比尔盖茲是哈佛的大一学生 然后他希望他的心资高一点 然后 那你看哦 你看哦 你看哦 这是 他上面 这个细部项目自己 自己帮看哦 我们就帮他点几个点 就是说呢 呃 事实上呢 他 他的那个 他学的东西 他学的东西很多啊 就是 哎 在哪里 还有 哎 这堂拍了吗 你写在哪里 我看一下啊 哦对了在这 就是你看哦 他这个 你看他的经验 PDB是以前的那个 大型电脑主机 就是那个中 呃中型大型电脑主机 PDB10 PDB8 PD11 那UNIS 也是在PDB11上面发展的 然后你看像程式员 除了他的 他的 他的 一生的爱的Basic 以外呢 像Cobo啦 甚至Argo Argo Systeen 然后机器语言当然也有 然后 LISP啦 然后那个 那事实上呢 这个 毕尔盖茨在大学 一年接受呢 也去修过这个 编译器啦 作为行动课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属于各方面 很很很完整的 那当然呢 这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这样这样的同学们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所以怎么办 除非你的简历是这种 除非你的简历是这种 否则呢 你就是要写 就是换一个方式 就是你要换一个方式去展现 怎么去展现呢 就是说呢 呃你可以讲说 你贡献了哪些开放原始码砖 开放原始码砖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看得到 对不对 你可以说 不然你说你在台间做的东西好棒棒 但问题是除了台积电的人以外 别的不能验证 那台积电的人 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 他不方便讲 所以搞不好后来 就没有人可以证 他证明是假的 证在假的 但是OpenSource的好处是什么 他是有的 而且他的门槛还是比较高 不是程式码写的好 就可以变贡献 那其实需要 蛮多时间去沟通的 然后呢 再来是说呢 呃你说 写程式变快 是不够的 你要告诉我呢 他快多少倍 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要取出实际例子 而且呢 一份简历 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数字呢 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英文的简历 就是 呃 我说台湾人 去看英文的简历 因为英文 我们下一次 就会看比较慢 但是突然英文里面 夹杂一些数字的话呢 他就会很亮眼 对不对 你看比尔盖茨 对不对 你看 你尝试一看 闭着眼睛 像闭着眼睛 在打开眼睛 你闭着眼睛 打开眼睛 你眼睛有没有看到 18那个数字 对不对 应该有 你应该不会 一下就看到比尔 比尔盖茨 你会看到18 这就是台湾人的特性 所以你要针对 台湾主管的特性 这点是 你看 你看我眼睛 闭着 打开 闭着打开 你一下就看到什么 你一下看到两个字 一个叫做18 一个叫bug 因为这种中英夹杂的时候呢 这个英文会出来 然后呢 数字跟英文摆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数字 所以注意到 一定有数字 然后呢 这个 你说数字 要怎么来 数字要怎么来 那平常就要有了 那数字怎么来 比方说呢 你去申请一个 去比赛 也许你没有得到第一名 而且除了你没有拿到第一名 大概也不会来这边 对不对 就是你拿 如果每次都拿第一名 应该就不会来这边 不需要来上这种课 所以 显然就是 你没有拿第一名 但是你发现什么 这一次的报名 竟然什么 竟然有500多队 最后呢 有12组入围 你看 5百分之12 这个厉害 对不对 算你看看 5百分之12 12除以500 哇 你看这个也是很厉害啊 对不对 这个百分之二啊 对不对 你看就行了 而且故意把那个 2.4拿掉 就行了 只有百分之二 对不对 那这个听起来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但是你用脑袋想知道 那12 对 那最后那个12 最后12是什么意思 那12就拿家做 然后感谢韩 对不对 说感谢你 感谢你为了什么付出 这种东西我也是常拿到 这样子 就像这种东西啦 对不对 感谢你又为了什么比赛做什么贡献之类的 那这种东西说真的 就是一旦电话的时候就很好看 对不对 你看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我没有拿第一名 没有拿第二名 对不对 我只拿到一个佳作 我只拿到一个入选 但是呢 只要什么 只要那个数字排在后面的时候 这个就厉害了 对不对 你看 这讲是 百分之二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不算夸大 对不对 就是12除以500 对不对 就得到这个数字 你就说百分之二 对不对 不算夸大 对不对 但是这个好用 好用在哪里 好用在哪里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很多 尤其台湾人 尤其台湾主管 看到那英文简历的时候 然后这一下就展现出来 然后呢 目标就是这样 就是你一定有不同之处 就是要展现给别人看 好 然后呢 这些所谓的特质 很多人都忽视自己的特质 这也是我想 大学生比较可惜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要开课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忽视自己 就有人就说 我读成大 就是比台大差 但是你的优势在哪里 刚刚讲的 遇到通通经会的时候 只要Google发off给我 我当天就去 你懂 可是台大学生可能不会这样 他说 可是Meta也找我 Apple也找我 所以Google的offer 我会看 他说 这Google的offer是在台湾 可是我想要去Mountain View 台大学生就真的假掰 就是这种假掰的奖家 对不对 可是你不是啊 对不对 你懂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反应优势 不然就是什么呢 不然就是说 同样是应征 可是我成绩也不是书卷奖 那不过你看 像我们系上大概是100多人 100多人如果你系牌 可能是百分之15名 你会说我系牌才15名 是百分之15 看起来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过程资助是什么 过程资助就不要特别 主动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看出什么 总是有些课你很特别的 比方说你来上我的课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沟通 然后你上我的课 开始什么 对令子课能做一些贡献 总之只要这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童年纪的相比 比方说你贡献了 程资马到宁斯克罗 其实这件事 很可能比你想象中的 简单很多 贡献程资马很可能 就是比方说改改措施 也是贡献 或者说有些地方 注写写的不清楚 也是一个贡献 但是你看 跟你童年纪有多少 假设跟你童年纪有4万 4万里面只有三个 做到这一次 哇 那就4万分之3 对不对 哇操 对不对 提起来厉害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看你要怎么做 但是太夸张不好 但是就是说 有些东西呢 就是写的恰恰好 那就是一个展现方式 好 我们来更具体来讲 就是说呢 哪些东西是空泛 然后比方说左边 左边就是空泛 左边写 我想很多人 尤其已经在工作了 可能就写这样 网页前端 事物结果断功能 然后演算法 资料结果 有法 这就是空泛 打叉叉 那不行 因为这个没有帮助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写网页 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其实我以前会写网页 就是我现在的网站烂烂的 给你看我现在网站长什么样 我现在网站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我跟学生一起做的网站 讲起来丢脸嘛 你看现在还在用http 你懂吗 我的网站就是这种程度 就是臭臭的 对不起 但是你看 但是我也可以写做这个网站 对不对 而且这个网站说真的 也没几个人在用 我在用 然后学生被迫要用 也被迫要打开这个网站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这个 我去提升浏览次数 好 这个东西也可以操作 对不对 157万听起来 哇 这个好难 你又没有写时间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把时间 就是你不需要揭露每件事 你可以把一些关键数字揭露出来 然后到时候人家问的时候 你可以 可以弹得出来就可以 然后总之就可以 你看左边的就是写的很短 而且大部分的都可以这样写 甚至直缺已经写了 所以你真正要写的是右边 所以最重要 就是数字很重要 你看 你再把眼镜拿掉 再把眼镜遮住 然后再打开 你会发现一开始就看到689 对不对 你看 打开眼镜 对不对 你看到什么 对不对 689 然后你看到 你要怎么 这些数字旗都可以操作 注意到不能造假 但是你可以稍微调整 什么叫不能造假 就是说呢 这些数字呢 一定要有个计算方式 你要算得很清楚 就是人家问你 当场就要答出来 而且可能用英语答 就是这个看公司吧 反正就是人家一问 因为这个数字的摆在那边 就是要给人家问的 那你就要怎样 你就要很清楚的去回答 那这就是刚刚讲不能说谎 但是你可以调整顺序 调整顺序不能说说谎 你可以先结婚之后才对另外一半有更深入的爱 或者说结婚之后才发现好像没那么爱对方 这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你可以调整 对不对 你可以调整什么 就是不要说谎 就是你说我在上某个通事课的时候 遇到某个同学 我就发现他值得跟我一起走一身 这没有说谎啊 只是说那个中间可能跑出其他的女友 对不对 但是没有说谎 你一直看到上了这门课 看到那个你的老婆 然后就这样 就是当下是我感觉的 这没有错啊 那只是中间跑出很多陈咬金啊 中间沉淀了一阵子嘛 或者他也有男朋友嘛 等他他比较有 有四处的时候才指红下去嘛 但是不影响到 但你看那个讲话就很完善 所以注意到 今天简历的关键就是这个 不能说谎 但是有些东西呢 你是可以调整 像我们刚刚讲157万 它的计算方式 你可以在面试当天来谈 那驴表其实就摆出这个字 让人家有兴趣 就像上面写啊 对不对 像每刀千万上面写的 唯一三项 健康食品认证绿茶 哦 你看上面上写 那请问三项是哪三项 对不对 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但是看起来就厉害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在什么 689台 Linus 7 没跟你说同一家公司啊 对不对 说明累积起来 689台啊 而且说明那个 689台是什么 是你在AWS一直刷卡 在某一天刷的689台啊 对不对 那上限699% 反正有一套计算方法 然后不能说谎 但是呢 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 就是要吸引到点 再讲一次啊 就是台湾的主管 看那个英文履历的时候 通常都慢 就是跟英文程度没有关的嘛 就是因为 你知道吧 就是很多主管就是上班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看英文 但是看英文真的很慢 但是数字呢 出现了很有用 所以你就要 要掌握这些关键 那个方法 然后呢 这个演算法呢 千万不要讲什么优化最佳话 不要轻易讲这个 你就要明确讲出来 而且一定要数字 那你说 可是有些演算法 他就是不会快啊 那很可能就是 效能实作的方式 比方说merge source merge source merge source 其实说真的 要在效能改进呢 真的很难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是说呢 我们改进的方式呢 很可能就这样 很可能就不是直接 在演算法本身 去做调整 很可能就是像 Lins Kernel 去做什么 就是用 调整他的那个cash 就是说 像merge source 如果要去提升他的效率呢 演算法本身呢 很难再改善了 但是呢 我可以去调升 他的这个locality 什么的 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有什么 也有这个 很大的改进空间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很值得写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还是学生 那你现在此刻 要做的事很单纯 就是你不管上什么课 反正呢 只要有办法量化的东西 就把它写出来 什么家量化 要不要有多少同学 就是量化 比方说呢 有什么 比方说这个东西呢 做实验 可以跑出多大的数字 把数字记下来 这个东西呢 在面试的时候呢 都很难用 就刚才讲了 这个数字 其实这个 尤其你英文 表达不好的时候 那个数字真的超好用 因为 因为不是只有台湾那个样 其实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 欧美主管 有很多也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他看你英文 看得不顺眼 或者说 你写英文还可以 但讲的就是 怎么办 你讲的里里拉拉 这个不能怪你啊 你去听我的英文演讲 你是讲里里拉拉 但是还是一堆人听啊 对不起 为什么 对吧 你看这讲之后 我的英文呢 这是国中才开始学英文的 所以那个发音都超废的啊 像那个 像那个 我在苗栗墙墙墙读书啊 就是 我到国中才开始学英文啊 而且我到国小 跟那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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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哥在玩 布克牌的时候 我那个 那个 JQK啊 JQK我那时候还念什么 丁 J我念丁 Q念日 然后K我念K 那就是 就是你看 就是我的发音就很烂啊 对不对 但是 你看 我英文演讲 还是很多人听啊 为什么 因为人家听的不是我的 不是我听我的发音 人家就 我做了什么东西 Linux又改进了什么鬼 然后做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 数字呢 是 尤其你是在 有语文弱势的情况下 尤其你在 不是那种 绝对优势的 绝对那种 高富帅那种 绝对优势的状况下 奥林匹亚那种 绝对优势的状况下 这个超好用 而且你平常就可以收集 这东西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这东西神奇的地方是 一定有办法写出 很亮眼的数字 然后关键是 但是这个 一旦写出亮眼的数字之后 就赶快练 练表达 练出 我这个怎么讲 而且要讲到那种 就有一个数字叫做 Double Thinking 就是要讲到 自己好像 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 叫Double Thinking 就是说 就是你本来没那么好 但是你就是要 因为你数字先写出去 就像这个 获得国家认证 他没讲说是哪种国家认证 但是写下 国家认证很强的 反正就是 然后接着用心理学 Double Thinking 来讲 可能有些东西矛盾的 反正就是一直讲 注意到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现在不是有绝对优势的状态 其实你要靠这种方式去加深人家对你影响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讲这个是很投机 但是说是你现在不投机 你根本日后不能投入 现在不投机 明天不投入 那你永远就是在原地打转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只要它是在事实的诠释下 其实你是可以去调整 当然注意到不能说谎 只是说我们去调整一个什么 调整一个计算的基础 就是事实是一样的 但是调整基础是不同 然后展现数字当然是不同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 对公司营运有帮助的项目 其实他这是在成大学生是很亏的 成大学生亏的地方在哪里 成大学生亏的就是 比方说成大学生说自称四大 你想想看四大 台大学生会跟你说什么四大 当然不会 他就说我一二的 我台大的 甚至有的讲我台大念机的 就是谁跟你四大 所以通常讲四大就是什么 就是讲成大啦 就是学电 所以就是说 现在成大学生的问题 但是真的讲你学电的时候 心里有不舒服 你看我刚刚讲学电好几次 你是心里的时候不舒服 应该有吧 可是问题就摆在眼前 就是我们成大毕业生 跟学电毕业生 一般的学电毕业生 真的 真的那个心智有差十倍吗 没有 那你看到 你明明考试呢 只是比台大再差一点 差两点 那但是呢 你的成就 很可能跟台大 第一个就差很远 跟台大毕业生可能差很远 然后呢 你跟那个普通的学电毕业生 比起来 也没有 跑到十倍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往往就在于说呢 你是个还不错人 你是个中上人 你可能是个PR99的人 但是你在展现的时候呢 跟PR75的人写一样的东西 所以人家把你当做一个比PR75再好一点的人 所以在那个续新的时候 或是在你的发展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受限 像你看 就很多人在上的领域表上面写 我也有管理过丁子师了 但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鸟哥 那鸟哥我们是我们那个陈大校友 那这个鸟哥呢 他有做一个网站很棒 叫鸟哥的丁子师房载 那鸟哥呢 他很多学生呢 就是在这个 昆山科大 昆山科大在台南 然后 昆山科大其实还是 还可以的学校 就是因为 糟糕学校太多了 所以那个昆山还可以 那但是显然排名跟陈大比起来就差很多 但是 外人不是这样看的 外人可能觉得说 什么 你写出来都是 也是管理一定的事物啊 差别在哪里 所以 你要怎么去呈现 你呈现的时候 人家搞清楚的时候说什么 你就是要 你的规模是多大 把一台电脑放在你的宿舍 放在你的家里 也可以做server 那管理1000台 也可以叫管server 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那你作为一个 还可以的大学 大学生 就是你的学校 要够好看的话 你要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 所以你说 那怎么写 就说 我不写什么 Linux伺服器管理 那我要写 好 那你就要这样写了 对不对 就是你要管理多少台 然后导入多少自动化 对不对 然后你甚至可以讲出说 我这个东西 有多少 除了up time以外 我大概服务多少人 然后注意到这件事 其实你可以先写 注意到 就是如果你预测 因为你看哦 假设铝意表是9月3号提交的话 你看今天是9月3号 今天是9月3号 对不对 93均能节 那你看哦 假设铝意表寄到联发课好了 寄到Google好了 那你想人家什么时候会看 显然不会是9月3号看 对不对 那9月4号呢 也不见会看 最最可能被看到的时候 是9月5号 而且主管有时候他会先Q起来 就是他放在一个注列里面 他可能不会立刻看 对吧 所以显然呢 他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所以真正他看完 觉得你还不错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联络你 很可能是9月19号这一周了 而且他说快了 是不是更晚都有可能 所以你想哦 我9月3号记铝意表 然后到人家联络我的时候 可能是9月26号 那从9月3号到9月26号 可能发生很多事啊 对不对 比方说我某个专案 有一些突破啦 然后说我刚好某一篇论文 刚好被采纳了 或者某一个合作计划 刚好上线了 所以这些东西 主管你可以先写 你可以先预测 主管你不能说谎 你只是预测而已 而且你仍然联络你的时候 你可以说 前面那一份履义表 有些东西是错字 我在这份履义表 把一些错字 或者排版做得更好 没说错啊 对不对 你说前面你说 那就是预测错嘛 对不对 那也算错字啊 所以就这样不能说谎 但是怎样 你可以调整一下用力 好 那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呢 一样 还是在公司 所以说真的 其实很多的问题在哪里 很多问题就是 完全没有从公司的观点去想 一直在想说 哎呦 我好棒棒 有一种就是讲我好棒棒 或者说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好 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你要想要就 光是当天可以上班 你打怕一堆台大毕业生了 因为台大毕业生 做不到当天可以上班 对不对 人家机会太多了 对不对 而且人家觉得说 如果第一份公司就是去轮班 我觉得很丢烈 对不对 但成长学生不会差 反正我就是 我干得很厉害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就是 这就是优势 所以很多时候 你很多同学都忘记自己 机会 那个优势在哪 而且在紧急循环的时候 这些变化是一定会发生的 对吧 因为紧急循环 比方说从紧急好的时候 到紧急不好 公司预算会缩减 反而像各位懂 能力中上 但是谈判的弹性比较大 那反正公司就喜欢这种人 对吧 有时候我在这几年 其实看蛮多的是那种 有些学生就是 尤其在社团 社团就是社长 现在有时候有的社长 就把自己写的 写那个执行长 然后那个什么 什么电脑社团的 然后那个可能什么 课程族族族长 他就写说 他是电脑社的技术长 注意到这个就不要这样写 对 你知道真的行家 看这个就好笑啊 你说你是执行长 你是技术长 你带多少人 对吧 你到底做什么管理 你想执行长跟技术长 它的重点是什么 它的重点是管理 对吧 就是说执行长要管整个社团 管这个公司 管什么的 然后它是全方位去思考的 技术长不见得 大家技术要非常过人 对吧 但是显然 它也要做技术管理 比方说 我们现在这个资源在这边 我要怎么去确认说 这个资源要用在哪里 那有些技术可能是要怎么 要去谈授权的 对吧 那我要去怎么去沟通 这些东西都要做 对吧 但是很多人就是写出这种没什么帮助的话 但是反过来说 你说难道社团今天就不值得写 就不该写吗 不是 而是你要搞清楚这个 就是不要用把社团 虚名化 就是像那个讲技术长 或是 技术长 然后财务长 技术长 或是职理长 对不对 不然以这种观点来讲的话 管个财委可以叫财务长 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 而是你要把这个产出 你可以把它讲出来 比方说你在一个这样一个社团的时候 你有参加一些研讨会 比方说像Costcover 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或是稍微小一点 比方说像Sikhan 你有些经养经验 然后反应不二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可以写 为什么可以写呢 因为就是表现你有办法表达 你有办法去阐述 而且甚至有可能这个公司的主管 或是公司的其他人 刚好有去参加这个研讨会 或是他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还是可以讲出你的贡献 但是就不要只是围绕在直层上 这两次 就是你千万不要像左边这种 很多人就花力气在这个直层上面 就花力气在直层上 但是真正关键是右边的 你说从左边到右边 好像要写很多字 其实不是 数字 然后什么 围绕在公司的 然后比方说这个公司 他就需要教育训练 所以他可能这样 他需要一个工程师 而且是什么 可以把适度的把自己想讲的把表出来 然后又跟人家进退 这个时候社团就有帮助 好 这个一对一讨论的话 这个是我们之后有个课程会有一些规定 就是会有一些说明 所以就不用担心 就是去看我们的课程 就可以会有一些公告 会有一些机制 不像是怎么预约 跟你讲什么时段之类的 那当然我还会有一些要求 通常就是一对一讨论的话 就是你要写作业 所以你要有一些付出 有一些产出 那我就认为说你有参与课程 那你参与课程的话 我跟你讨论就比较实际了 不然很多就是跟我讨论 就是说什么中年转职 好像就这样 这个就很困扰 因为我没有做过 对不对 其实蛮多人问我说中年转职 转职的问题 我也没遇过 然后不然就说 他学程式员学得很辛苦 我也不知道 我没办法跟你讲这件事 我国中就在学西语言 我国小就在写程式 国中就在写西语言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难在哪里 然后他说我脑袋转不过来 这问题我回答你痛苦 我没有感同身受 我只能假心说 我感同身受 屁啦 我不要再这样 这问题很好 如果签订NDA的话 这个我们之后会有个例子 给大家解释 那么刚才在休息前 就是提到展现 所以我想大家搞清楚 就是说 其实展现真的是要跟公司有关联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看右边话 引导到获利的路上 其实我想这个其实蛮关键的 就是有技术 跟用技术 创造出产品 然后创造获利 真的是 它是一个阶段 往往能够赚钱的 不见得是 多么了不起的技术 就是尤其我们学技术的人 往往都会 可能会有这种迷失 就是觉得说 我一定要什么多厉害的技术 但说真的你自己看 至少看台湾就知道 其实很多赚大钱的公司 它并不是用什么多多先进的技术 而且反过来说 你看像Google Facebook这种大公司 它偶尔就会讲 他常常在讲一些厉害技术 如果这个技术真的那么厉害 然后可以一导入 然后赚大钱 他干嘛拿出来讲 就是往往他很多技术 他也不知道你能够干嘛 比方说Google很喜欢 他用到machine learning 但是难道每一件事 都是machine learning 我不相信 Google之所以愿意 把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技术揭露出来 很可能也是他也在探索 如何用machine learning 找到更多的机会来获利 或者说他自己的人 内部来讲可能不够用 就是说machine learning 他自己的工程师 可能转型也转不过来 毕竟machine learning 需要很多不同的背景 原本可能在做搜寻引擎 原本可能在做别的事情 这些工程师内部要转型 要转到machine learning 其实有他的困难 还不把一些资料抛出来 把一些open source放出来 然后这样比较容易吸引到外部人 由外部去驱动说 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好 或者说需要什么外部的相关人才 这个其实就是各位的机会 然后你看到 这一次在推特上看到一张图 其实讲得很 看起来很夸大 但想想也就是事实了 很多时候直缺就写一大堆 实际上工作只是在吗 e-sale表单 如果你刚好在台湾某几家大公司待过的话 你应该感同身受啦 什么发哥对不对 发哥里面对e-sale需求很大 就是发哥里面很多主管 最强的技能就是e-sale 这个后面的东西都不能讲 但大家就可以知道这种东西啦 然后这个 你会好奇啊 为什么直缺有说写一大堆啊 像婚姻市场也是这样嘛 婚姻市场也是说 哦 我要高富帅 我觉得女孩子 我希望我心目中的一般应该是要 要剑桥大学毕业的啊 然后身高要170的啊 然后反正就讲干准是什么鬼啦 然后对不对 然后可能还要再加一些什么 最好最好什么 最好生活单纯一点 当然就是祝福谁中 对不对 但是最后结婚的时候变什么样 你也知道 就是所谓的回收业嘛 对不对 就是期待跟最终是会有落差的 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问题 那你会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直缺呢 就是要写那么厉害 其实呢 有一部分原因呢 跟那个谈判有关 你就想要介绍 假设有个直缺 他开出来每个月的薪水是12万 保障底薪12万 然后呢 这个但是印证人呢 很可能 你看左边写一大堆嘛 所以印证人可能只符合里面的5成 那这时候呢 公司就有谈判的空间 说哦 我们本来期待哦 保障底薪12万 是针对左边写人案都进了 可是呢 修台呢 这个这一位印证者呢 你呢 不错 但是大概只买足一半 那我可以谈给你8万好不好 然后呢 你知道 原本如果是16项 然后是8万 16项如果是12万 那你现在是什么 是可能10项 他给你8万 你就说还不错 有时候他也是一个 谈薪水的方式 懂意思吗 那或者说呢 以后呢 在资钱的时候也可以用到 我也是这几年哦 就是遇过比较多资钱的状况 例子的时候呢 也有的HR会拿这个东西出来 好 他就把那个 那时候那个什么 那时候 入职的时候评估 跟你的实际的 反正 哎呀 要请一个人走啊 因为 因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就是说 请一个人进来其实还好 其实流程还算 还算容易 但是请一个人走就比较麻烦一点 随着这个劳工意识的抬头 那个什么资钱费 然后呢 那些劳机法 那什么鬼 反正一大堆这些东西的 所以变成说呢 有很多HR 就花很多利器在这上面 所以这个职缺呢 之所以写那么多呢 其实跟你智慧有关 比方说你当初呢 就是主管认为说你可能16 开出16项 然后具备10项 所以公司给你8万块 然后最后给你提升到一个月 保障底薪到9万 但是最后你展现出来 对公司的价值 其实没有到那么高 公司就列出一个清单 所以因此呢 我们认为要资钱你 但是呢 又考虑到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写大家这些 你懂吧 这个尤其一定工作人 就懂的话 但是这种话 不好写 就是需要一点 就要文采 然后那总之就说呢 职缺的期待跟能力的展现 往往就是落差 而且这件事是 一直会发生的 那这其实是各位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一样 就是因为要能够满足 左边那些职缺 就是所谓大神 才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大神呢 不见得会 对这份工作 对这个position有多大的爱 或者大神对于这个职缺 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沟通方式 对不对 但是你不是啊 对不对 你可以去降低标准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你有很多方式 方式 那这个就是什么 匹配 虽然它匹配程度低 但是呢 你要把你的这个 斡旋 跟你的这个沟通 好 弹出来 所以下一个我们要讲东西就是 面谈 所以公司来讲的话 为什么不会只看铝表 因为看铝表真的是不够用的啊 你看个大神又怎样 假如真的是一个 一个大神 比方说什么 Jeff Dean 来面试你 那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公司 比方华硕 对不对 你说哇 那是什么 Google Machine Learning 大神 对不对 然后来面试华硕 对不对 你说华硕拿到这个铝表又怎样 也是傻啊 对不对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说真的 那所以呢 我想大家要思考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说谎 但是你一定有办法量化 你一定有办法围绕在跟公司有关的地方写出来 那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这样的练习 就是说我们会锁定一些公司 然后呢 让你去写 而且我们这本课比较酷的地方是 我会让你去批评 相互去批评同学 但你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代名 就你在这门课会有一些代称 就是你甚至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 就是你假如不想当男生 你可以自己变女生 女生可以变男生 反正就是你会有一些代称 然后你会 反正总之你会写一个领语表出来 给大家去批评 然后我们会先让学 就是学员啊 学员之间相互批评 然后我也去批评 然后我甚至会找些来帮忙看 然后总之就说呢 这些东西呢 其实他都会点出一些问题 但是我想大家也不要逃避 那些间论问题 有时候间论问题呢 就是一个转机 好 例如说我讲个实际例子 就是我在成大开课这几年 误过真的很特别的学生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啦 那只要身体状况还OK的时候 我暑假通常会开课啦 那今年比较特别啦 今天抱歉 今天就是那个COVID-19 实在太可怕了 但是我一定会补开的 别难过 我已经补开了 然后也是不收费 那我有一年呢 在开暑假 暑机课程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学生 他就跟我说 他是成大毕业的 然后现在在扶替代役 然后他说他跟主管讲 他跟他的那个 扶替代役的那个主管讲 他就每周请一天的假 来承大上课 他说是实体课程 然后那个同学就很认真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怪怪就是很认真 但是做出来很废 你知道都怪吗 就是明明看起来很认真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就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下课都会堵着我去问一些问题 然后后来跟他混得比较熟 之后才发现 原来他是这样 他就是他大学念承大数学系 然后好不容易很认真 去不靠补习自己读书 好不容易考上承大电通所了 对不对 听起来很棒对不对 然后结果承大电通所的老师就看到说 你承大数学系很烂 因为他倒数前几名毕业的 倒数第二名 第三名毕业的 但是他就是很拼 就是好不容易考试 可是电通所老师也是觉得 你诚实不会写 所以你知道他读电通所是很惨的 就是老师叫他算一些数学 然后叫他写一些路鬼 然后就不知道写什么鬼 那总之就是 总之就是他读研究所也没起到程式 所以他就是你看到 就是他从承大数学系倒数几名 然后考上承大电通所 对不对 这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就是老师对他们有什么信心 就叫他打打杂 这种事情其实会发生的 然后这也不能怪那个老师 因为他可能也没有表达他的意愿 我说那个学生也没有表达他的 提醒老师说他学得来 那总之就是 所以他毕业的时候其实蛮惨的 去好几家公司都是打你打很惨 承拉电通所是还可以的研究所 但是你毕业的时候 你自己想简单实际上 你如果毕业的时候 你只有MateLab的技能 然后你只是论文写作 就是写作也不太行 然后只是弄一些实验数据 说真的大部分主管都会有警戒的 就说那你来联发哥干嘛 所以就给那个打脸 所以那个学生后来就只好去服务替代艺 然后他服务替代艺的时候刚好遇到我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认真 但是能力那么差了 因为他是来上我的课 来上我暑期的课 到替代艺的时候才开始写程式 所以难怪那个指标什么鬼都那么废 然后但是他就跟我说 他想去联发哥 好 我说好 那这样 就是我跟你有共同的兴趣 因为那时候在联发哥当顾问 然后我就说 好 我跟你共同兴趣 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的兴趣是 我也好奇说 为什么陈大学生 去联发哥没几个 当时好像好多人 好像并很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去联发哥 就是陈大学生去联发哥的比较少 然后所以我第一个点 就是搞懂 陈大学生发生主事 然后以他来讲的话 他也是想要有一个转正 毕竟他是那种很有企图心的人 只是起步比较慢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好 你要应征 就要应征 比较可能看起来比较冷门的部分 那个手机部门这种 就是大家都会去应征就不要去 所以刚好那时候刚好有一个IoT新的部门 那IoT新的部门呢 刚好需要一个东西叫 FreeAtos 就是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它是一套作业系统 叫FreeAtos 那目前是有这个AWS AWS说说说说说说 AWS说就AWS买下FreeAtos的原本的开发团队 那所以现在是由AWS去维护的 那在刚才讲过就联发哥在之前有一个时间 就是刚建立IoT的部门 那就需要用到FreeAtos 那有趣的地方是全公司几千人 当时还没有那么大 全公司几千人 但是呢 真正了解FreeAtos的人很少 就我所知可能只有两个三个 好 我就跟大家讲说呢 好 如果呢 你要因为Compute Science很强 去手机部门 其实很难的啦 人家对吧 人家就看不上你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刚好去一个刚成立的部门 然后人家刚好需要FreeAtos 然后因为这些人呢 刚好他学的也是刚开始学 就是 就是我刚好开课的时候 刚刚公司刚成立那个IoT部门 所以 所以学FreeAtos可能就比他多学 早一个月学 然后你就在暑假的时候 真的你在学这个 所以就跟他讲说 好 你上午的课呢 OK 好 那你就把这个FreeAtos去学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是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什么 就是因为公司刚开始 在导入FreeAtos 然后 那当时的台湾 其实懂FreeAtos也没几个 好 那刚好就是在教这个 所以就是 我就跟他讲说 FreeAtos要注意什么事 然后写程式呢 就是 你也不用西元每个东西的手 就是围绕在FreeAtos的西元 就可以 所以就西元怎么是很大的 但是你知道围绕在FreeAtos 而且我就跟他提示一些事情 当然有些事情是 属于公司上面对外的东西 就是 什么IoT 注重什么事 也不算特别机密 就是 就是有些东西要特别注意 所以大概 人家 人家大概 系统整合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反正我就提醒他这件事 然后呢 所以他 他就是刚好呢 就这样 刚好就可以去 而且我就推荐他嘛 所以他刚好去联发科面试 但是该来总是会来 对不对 你看联发科的顾问 推荐一个他的学生来 联发科面试 所以主管还是会看的 好 但是该来总是会来啊 比方说成绩很烂 这怎么办呢 好 这怎么讲呢 你看这个 好 他的说 说就教他一套说辞 这个东西他练超久了 就是他说成这样 就是说 他来读成大 当初真的是 只是 只是想要什么 只是想要一个好听的学校 所以他能够成 就是 他只是选学校 所以当初只能选成大数学 而且显然呢 他对数学没有爱 因为数学在干嘛 数学就是一大堆那个 数学不是那种 工程数学那种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的数学系 不是那种 对不对 他是什么 他是 那种 皮亚诺公约 对不对 然后再是什么 再是刚才讲说 为什么一加一会等于二 然后开始一大堆什么 哦 那个 那个 就是不是那种 什么拉布拉斯 那种 很 看 或是福利亚诠释梦 很实用的 也不是啊 就是那种 代数罗集啊 然后什么代数术啊 对不对 还可以讲一大堆事情 然后那个就是 就是他读数学就没有兴趣 他就很无聊 然后 那他大学就是 所以有段时有迷思嘛 就是大大电动啊 然后那种 就是社团 然后他到了大四的时候呢 大四不是刚才讲 他考上电动术 所以我就 就聚焦在这上面 我说 但是 因为 他说 我考试又不是第一名 考上去的 他说没关系 因为呢 你只要前面铺层说 我考上成大 但是我只是为了一个 学校名称 我对数学系完全没有兴趣 甚至我对整个成大都没有兴趣 我只是撑着 但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呢 我觉悟了 所以我用很短的时间 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 我就学Compute Science的东西 我就学这些研究的东西 我很快就找我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起路点 所以就是 就是解释什么 我要做就做得到 但是这句话不能讲 就是说我发现 我可以很短的时间 找个Compute Science 所以我可以在当年 可以扛 不用补习的状况下 我当年可以扛 成大电通说 而且我发现 我对通讯很有兴趣 但是我发现 当时的问题在哪里 当时的问题就在说 我的确跟着学长姐一起发表论文 跟老师一起发表论文 但是我的确就做 这些数学相关的 那我就忽略说 其实这个实作是很关键的 那我曾经也来连发科面试过 然后的确就是在什么部门 就被刷掉 然后我在那边痛凌失痛 所以你看 其实 然后后面讲什么 就是赶快转到什么 Free Atos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学 Free Atos 那不能 就不能说是我讲的 就在说 我后来就痛凌失痛 要学Free Atos 因为我发现什么 IoT很多围绕在 Free Atos 然后你知道 因为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他不会揭露部门 但是我就是 懂吗 所以需要点内部资讯 就是人家刚好要什么 那个公司主管在面试的时候 完全没说要Free Atos 但是他刚好 他刚好就不能讲这个 而且最终不是在铝表 很假惠的说 我Free Atos做了什么事 刚好你要点出来这个 然后我刚好在 在研究这个Free Atos的 机体配置 然后发现 Free Atos里面有些缺陷 所以我顺手改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人家就会觉得 你这么慢切入 但是很短时间 就可以掌握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切入方向 而且显然那时候很缺人 那个部门可能刚成立 很多高手不愿意进来说 赶快塞进去 所以尖锐问题 有时候就是一个危机转机 这个东西其实要练 所以我希望也在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有时候 不是成绩好才要讲 成绩差也可以讲 然后后来我遇到一个同学 也是数学系 也是成大数学系 也是很没兴趣 其实要对数学有兴趣真的很难 因为大家在高中读的数学 跟大学读的数学是两码之四 完全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有个同学也是类似的状况 就是他长大数学系 也读得很惨 然后也是倒数几名的 其实很正常的 然后他也是好不容易考上研究所 然后那也是过得不顺利 那他也是快毕业的时候来找我 然后就来上我的课 那上我的课 他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那我就策略也是相似的 因为有前面那个例子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策略相似的 就是你就是很短的时间 你就是要强调就是 我在很短时的学会 就是我前面犯了很多错 我的确知道 就是我大学根本就没有投入啦 我大学就是明明就有很多很棒的课 然后我就忽略了 然后总之就是人家想听的是什么 人家其实有时候就是想听说 听你什么 听你说我就是曾经差 有时候有时候名校毕业的主管 有时候就这样 就是想要把你刷掉 就是一个梗 但是你就是要转 而且一转就要转到人家需求 所以注意到这种面对监督问题的时候 最好是连那个里面主管是谁 都会去打听一下 什么部门打听一下 那这件事呢 其实你可能要跟我沟通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要去有些内部资讯 所以注意到这些东西呢 不是每个人都私有的 要讲出每个人都听得懂 开心的话很难 但是呢 如果你有做一些功课 内部 内部消息 然后呢 留意这个产品动态 这个要切入是可以的 打到人家痛点 就像刚才讲的 Friados在联发那个时候 全公司可能就两个人 三个懂 那你就成为第四个啊 对不对 这个就很了用 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数字讲出来 但是就是要 不能讲那个了 然后就是 然后人家说 Friados 你怎么改得动 然后说 Friados 主体的程式码 大概9000行 那我已经阅读了 其中的3000行 然后我花很多心意在 Memory Allocation 对不对 就是不要这么回答 人家只是说 你怎么知道这种资讯 对不对 然后就说 程式码都公开的啊 那我就刚好注意到 然后而且就是刚好最近就参加什么课程 什么之类的 反正总之就是 你要讲这个讲很顺 然后不能这样 这个这个字要练 而且就是 呃这个 我们在这个课程上之后会给大家一些模拟 模拟面试 其实有问题是为了这个 然后注意到 你要有一套说辞 但是一样不能说谎 然后就是 该承认就承认 有时候承认是很有用的 比方说你承认大学的混 大学就是在约会啊 然后到时在打电动啊 然后做什么 其实我不是讲不是坏事 因为你如果后面有翻身 人家会记得你翻身 那反过来说 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说 啊你大学 高中念南一中 然后大学读成大 然后研究者读成大 然后表现起来中等 最怕这种的 因为人家记不住你啊 那你好在哪里 讲出来 然后人家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样薪水可能会要的比较高 对吧 所以有时候主管会会有些疑惑嘛 所以注意到呢 其实这些问题呢 就是 其实你需要一些内部资讯 然后呢 你要有些针对一些弱点 有些尖锐的那个问答 是一定会发生的 然后你要做好一些准备 好 然后呢 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呢 也许呢 你可能只是喜欢资讯科技 不代表说你真的要去当工程师 我想这个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毕竟职场那么长 其实 我不鼓励说每个都去当工程师 我强烈希望同学们 对资讯科技有一定的兴趣 也去投入 那当然如果说你愿意来我的课更好 但是 不代表你真的要去当工程师 因为你要加入资讯科技的方法太多了 你可以去买股票啊 你可以去做投资啊 什么都可以 但是 但是 但是真的要想清楚这件事啊 工程师呢 其实它是一个生活模式的改变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大的转变 很可能你只是喜欢资讯科技 但是 每天要投入这么多时间 很可能不是值得的事情 这个 这个就需要沟通了 然后呢 再来是 我之所开的这门课 也是希望说大家在 像研究所的学生 我就希望说你在研究所的时候呢 你比方说 硕士班一年级的时候上学期上这门课 然后你发现自己距离这些公司的需求 欠缺什么 就赶快补 缺什么补什么 然后毕业前准备下的作品 这虽然都是老生长台 但是说这才是很难的 然后最重要是不要病人造军 很多人作品都是病人造军 其实不要 就是这些公司要什么 我们就准备什么 对不对 他们要什么准备什么 它持续写在那边有 对不对 然后你再去问我一些内部消息 知道说 比如说Google 连巴克内部 现在最近需要什么 可能还没写出来 可能过一段时间公布 这种资讯最棒 就是说 比方说 假设他们要投资什么 维谷波 随便讲 达哥如果要投资维谷波 那你刚好发现 里面有些你可以切入 然后再次说 有些时候 战场你要想清楚 有可能的战场 根本不是在台湾 也许该去矽谷 去其他地方 我想这个也 蛮重要的 切入方式很多 不见一开始 因为去矽谷比较困难 因为毕竟你可能需要一些 你懂吗 需要一些身份 但是你可能先去新加坡 先去英国 因为这些公司 这些地方都很缺 工程师 应该说扣掉台湾以外 都很 台湾以外的地方 都很缺工程师 然后 你说为什么台湾不缺工程师 这我不好意思讲了 但你看过一段时间 可以理解这件事 台湾不是真的缺工程师 但是台湾以外的地方 真的很缺工程师 那这些地方缺工程师 就帮你搞定签证 然后做完签证之后 你去调嘲 然后到 这我想这也是一个切入方式 那最大的 我不是鼓励大家 我不是要求大家 都一定要出去 出去 出国工作 我是希望说 大家去外面看一看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觉得说 可以回台湾 贡献你的专业 然后 有一个更好的谈判筹码 也许可以提升这个产业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 有这个课程网站 这个课程网站 陆续会把这个内容 更新上来 你可以交叉看 我们去年的 课程网页 就是我们相关的资讯 像你看这个相关的资讯 我们就会有公告 因为我们很可能 就是 蛮大比重会是在线上进行的 所以就是请你看成这个 就是看这个相关的公告 然后 如果你是有选课学生的话 我们助教会发一些通知 然后包含说像什么评分 然后什么时候要 要佼佼成绩 然后 然后注意到这边作业呢 不是只是用手写 也不是复制贴上就行了 我们真的 我们作业比较费势力一点 我们作业有时候是需要 真的去练一次interview了 就是像可能有mark interview mark interview 干嘛 就是两个人 相关的嘛 相关interview 酷吧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这本课呢 其实不好 不好 就是有点麻烦 有点累 好 好 那所以请你评估一下 好 那我们这本课呢 我会上满 就是上满 上满18周 就我的课都会上满18周 然后有必要说 我可能会加课 对你没有听错 好 我们遇到休假 就是遇到工 我们国定假期呢 是不休息的 也许就是实体课程不上 但是限量课程还是照进去 我们就是不休息 就是会一直上 上满18周 好 然后 请你呢 就是去善用 这种限量资源 好 这是第一个 请你注意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点名的 但是 我们有个变相的点名 就是问 可能有一般的讨论 或者没有面试 那所以呢 你可能还是要 还是要参与了 好 然后我希望呢 各位对自己有期许的 就是 请你不要觉得说 去Google不可能 你想看那个 那个 中华大学到台大 读研究所的例子 对不对 就这种例子很多 然后就是 这是做得到的 那只是说 你可能需要一些垫脚石 你可能需要绕一下路 但是我希望 你把它放在心上 就像刚才讲的例子 那注意到 刚才讲那个 成大数学系 那个同学还不是 还不是最最最最最极端的 对不对 刚才不是讲过 那个经济系的啊 晚一点可能会跟大家讲 那个那个 那个历史系的 反正就是说 这些例子呢 其实对我来讲 都是蛮好的例子 虽然你又说 它是个案 对 但是呢 从个案身上 应该也是 有些东西会有启发的 为什么要开课 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 整起来 对吧 好 那总之呢 就是希望呢 你认为是 自己有期许的 我 我十年前 刚回来成大的时候 那时候回来成大的时候呢 我就 随便在校园东看西看 我就看到一些实验室 旁边贴 某某学长 录取 那个 中华电信 类似这样 那我当下就很神奇 神奇的地方不是说 对那个人 有什么意见 因为那个人我不认识 我刚回学校 我还没有上过一门课 中华电信有什么好险的 搞屁啊 如果我们成大学生 没办法躺着 就去中华电信 我们比学电还不如 对吧 所以我想到就生气了 中华电信 你喝个屁啊 对吧 好 所以就是 然后后来陆续有同学的 好不容易 可以到成 那个什么 联发课了 有学生就是录取联发课 他就很开心了 反正就刚刚讲了 那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我中等的学生 都可以去联发课 没什么特别的 本该如此 所以不用特别谢谢我 但是你过年过节 想要送礼物还是可以 欢迎送礼物 我就说 就是我们中等学生 都可以去联发课 躺着都可以去联发 去哪里 躺着都可以去中华电信 这没什么好险的 你的目标应该设定在哪里 在那里 那我不是说 中华电信不好 你可以去Google 当个工程师之后 来在中华电信当个主管 这很棒 改变中华电信的产业 这个很好 这是我们客人该做的事情 这也是我想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学校还是学电 我们现在 我们的毕业生 大部分还是在求神阶段 他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精英 但是我不想要唱高调 我不想要像百灵果 千灵果 万灵果那种 自称自己是 我们真的是做事的 好 总之就是说 我希望你对这个是有期许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期许 怎么去执行 然后诚实面对自己是很重要 就是说 诚实面对不懂就不懂 被骂就被骂 被人指出 被人家指出说哪里不好 注意到我们会学员相互评论的 所以有时候 你录音会被人家评论出来 我会尽量让你真实资料不会揭露出来 但是你还是会被人家批评 你就产生面对 有些东西就弱 弱就是改进 哪里有欠就哪里改进 尤其你现在是大学四年级 或是硕士班一年级的学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你有时间去调整 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在工作了 你想要很大的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你告诉我 我们看看我怎么配合你 然后另外一个要求 就是我跟其他老师很不同的地方 其他老师可能就是毕业之后 你就遇不到他了 但是我不一样 你在工作场合可能会遇到我 所以你参与这课程的时候 请你想想 就是你可以不开心骂我一下 这可以 但是你要想想 就是你以后在面试场合遇到我 你可能在公司不小心遇到我 对不对 就是很多方式会遇到我 所以你就把我当做以后的主管 或者说以后会遇到人 然后我们的评分方式很单纯 就是我刚才提到 自我评分 百分之五十 一样 如果你在看到其他大学课程 台湾的课程有百分之五十自我评分 请你告诉我 那这样老师我一定要想认识他 然后我们让你有百分之五十自我评分 就是让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些分数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但你不要乱写 因为这些评分我评分的东西 我会交给产业 所以我当顾问那些公司 我一定会给他们做参考 所以你乱写 我就通知他们 所以请你的实验 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最重要这个都真的有法律效益的 你为了要拿到很高分 然后乱写说 我因为自己做了这个东西 做了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拿了五十分 但事实上是在吗 你真的 你这个东西有真正做好 问自己 好 那这个作业跟课堂问答 我们都重视 所以各占百分之二十五 好 那建议的规划是这样 就是假设你现在是大四 或是硕一的学生 也就是说 我就把你当作二十一岁 那你二十一岁的话呢 就是 你现在在二零二年的九月参与 好 那你发现哪一步足 着手去改进 好 然后呢 你应该要在 二零二四年的时候呢 四月 或者更早以前 去投履育 主要不要洒到毕业才去投啊 很多人就洒洒的 绝对不要洒到毕业才去投 投驴表 毕业前就要投了 好 然后呢 这个 你应该要在 过一段时间 应该拿到品书 确认工作时间 那当然如果说呢 你行有余力 要欢迎你吧 欢迎你 跟课堂 在课堂那分享经验 好 那这边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些话 就是希望呢 大家就是先想好你的 功的生活 然后呢 你先要先想你的生活 不要说只是赚钱 因为赚钱方法真的很多 对吧 你这个 去节目才可以赚到钱吧 对不对 但是很可能 那不是你期待的方式 所以先想好你要过什么生活 如果说呢 你 你听到目前为止呢 你觉得 好像功能是也没有特别好的 或者说 听了好像没什么特别收获 很可能你连电机系 自动系都不该读了 重考一学系吧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要有什么 对不对 不想要说什么 然后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推销自己 然后那就重考一学系吧 就考上台大医科吧 对不对 你考上台大医科之后呢 就会有一堆盯着你 对不对 你爸你妈就会说 二子女儿 你怎么不用把台大电机读完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过一段时间可能那个 等你当到那个住院医师的话 又不用思考了 对不对 就一堆人会盯着你了 放弃这样 所以就是也许呢 这可能才是你要的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 就是你先想你要过什么生活 再想你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再来培养能力 注意到不要反过来 不要说先培养能力 然后发现找不到什么适合工作 因为你没有搞清楚 人家要什么 然后注意到就是 因为这个课程 可能会有些变化 所以我这边表定是这样 表定是右边写的 对不对 那个教室 在吸管二楼教室 但是我们可能会 赶在线上 所以一样 请你注意看我的公告 那如果说呢 你没有选修这门课的话呢 那就是公告可能要认证看 然后我们之后 可能会给大家一个表单 就是就算你是旁天同学 我们应该给大家个表单 会发email通知给 各位让你去接受到 相关的那个讯息 那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我们会从 9月6号的 下午3点开始 那我们撑到表定时间 是下午3点10分 那就是不管是线上或是尸体 就是从这个时间 好 那接下来讲Liko吧 刷Liko 就是 在刷Liko之前 我想大家知道一件事 Liko的存在 其实它不是在比赛 所以不要跟什么 Google code键 什么困在一起 Liko呢 其实它是 interview的辅助 然后所以其实呢 刷Liko的时候 并不是要去刷 什么最佳解 然后一下告诉人家 最佳答案 它其实在着重的是 互动 你看interview interview其实翻译 整面 事实很不好的 它其实是什么 它是一个inter 就是交互 view就是看法 所以其实它的关键是 交换 你可能会看到 有时候有些人会分享 就是说 他去某些公司 interview 他觉得表现得很好 但是人家最后没有录取他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可能去另外一家公司 他觉得他没有表现很好 最后他录取了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是人家着重可能不是 不是说你答题答得很快 有时候你自己想嘛 就是假设你今天 有个题目 你刚好从Liko 出了一个Liko 就是你当个主管 然后你出了一个Liko 然后对方就是用背答案的 这个B8把神字码写出来 那没有那样互动啊 对不对 而且一开始就写出那个 Artimo的东西 对不对 人家就没办法讨论下去了 反过来说呢 这个印证人呢 他很诚实的跟人说 这题呢 这题呢 我现在想要打算怎么分析 就是这样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讲出来 然后知道怎么去解析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想看 后面那个是更认识的人的方式 而不是停留在那个鼻子 其实有很多台湾人 尤其像陈达学生 对Liko就停留在答题 真的答题真的不是 特别关键的事情 而且呢 有时候呢 你答题还不能正确的答出来 一开始就正确的答出来 你可能要故意绕个圈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要故意绕个圈 好 举例来说 这题呢 是在做什么 这题呢 是做那个 呃 比方说是一个 二元素的题目 然后呢 你刚好怎样 你刚好你的研究题目 跟那个 研究题目 或是刚好之前做东西呢 跟二元素有点关系 比方说你改进 丁丁丁丁丁的某一段程式嘛 二元素的那个实作 然后呢 你在讲的时候呢 却不小心把你的研究 跟你的专题 把它带入进去 就是你不要急着 把那个答案一口一口一口 讲出来 我这个最佳解释是这样 有时候那个很干的吗 两边都停下来了 因为 初题的人知道 啊靠 这个又被答案了 然后答题的人说 我背完答案了 好棒棒啊 给我分数啊 你以为这叫做interview吗 有交互的看法 没有啊 反而是说 这个东西 你算是脆的问题 刚好最近来研究什么 稍微讲一下 最好是什么 讲的时候顺便把你的入文 特别的 不想拿出来了 所以他如果 就是这个要练 你不想突然拿出来 因为有时候人家 也不是真的要考你演算法的东西 他只是需要一个认识你的方式 所以东西是 尤其在学历 越来越没有鉴别度了 你要知道什么叫学历有鉴别度 回到二十几年前 当我还是个成大学生的时候 跟你讲真正真事 当我还是成大学生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就是 我们那时候成大资讯系第一届 第一届的资讯系的分数 还比成大电竞分数高 为什么 这到底讲 因为那个 那时候就是资讯科技 大家很有兴趣 然后那个 我运气的脑袱就是 那时候就是大家选系不选校 然后总之就是说 那时候像我的房东 我的房东就很好玩 他就是很坚持要介绍 他女儿给我认识 就他女儿跟我年纪可能差一点 就大我一岁 反正他坚持 他坚持要介绍他女儿给我认识 然后他女儿是去外地读书 可能去北部的学校读书 反正就是只有休假的时候才会回来 反正他就坚持要认识 要我认识他女儿 然后因为他们家有信教 房东太太有一直讲很猛的话 他一直说 意思是说 你可能会走入我们家 所以我希望你走入我们家之前 了解我们的宗教 这东西是什么 带我去教会 什么鬼 反正就是这样 那显然我是高富帅吗 不是啊 对不对 你看我长不得性 因为猥琐样子 对不对 那显然不是高富帅 对吧 那显然 那什么 就是因为房东太太有买股票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就是买股票 跟他讨论 他股票也赚很多 所以他就是买他的东 他觉得 如果有个女婿就学这个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那个年代 成大的 不要说成大 就是那个只要是资讯科技的 二十几年前资讯科技的那个毕业证书 其实全 二十几年前 全台湾没有那么多的学校都有 都有志工系 对 你没有听说 二十几年前去查看 台湾有志工系的学校不多 就是 就是 比较老之后那几年才有 然后 然后那个 所以 所以那时候的 毕业证书就好用 对吧 因为那时候像我去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同学 同事 同事就不是志工系 因为没有那么多志工 而且那志工系才一般 你知道二十几年前台大志工才一般 对不对 像多了跟什么鬼一样 所以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 以前的人少 人那么少的时候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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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你可能有听过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跟讲话 说跟讲说他当年啊 会当多少人啊 是真的会当的啊 对吧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本系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成大资讯系啊 有几个老师啊 就是 乍看很 很和蔼的啊 对吧 有几个那个 很可怕的 会当人当的那个凡之七十五的 就是 那上 某些上某些课 那边啊 就是 不好意思讲那个课名讲出来啊 那就是说 这个 上一些课啊 然后就是 你知道那个 就是奇怪 我们这班 而且我一个班才才四十几个学生嘛 就是 就是 明映上次有四十几个 然后奇怪 怎么用的那个教师怎么做满的啊 然后呢 就会发现说 哦 学长 诶 学姐 学长的学长 学姐的学姐 对吧 就是 那就是 你懂事吗 一个 我们大学部 那当时只有一个班 然后呢 但是 某一堂课 那个大导老师 因为他当了很多人 而且 有些人还当了两次 那三次都没有过的话 是要退学 就是以前有那种三次 三次都没过的话 就是要 必修课三次没过 要退学 所以反正就是说 那个 人就报多了 那考试的时候 要动用到四间教师来考试 搞屁啊 就是 就是 名义上只有留班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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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动用到四间教师来考试 就是因为 太多了 所以以前就是 鉴别度高 那现在显然 鉴别度不高 那鉴别度不高的时候呢 就有LiCore 所以 我希望大家搞清楚 LiCore的前因后果 它不是要你背答案的 其实它要的是 这个 要的是 是 这个 这个 鉴别度 所以 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呢 往往不是这个 奇高一柱 什么叫奇高一柱呢 要 抱歉不是做 奇高一柱 抱歉 奇高一柱是什么呢 就是 下一步 就是罪加解 下一步就把人家定死死 不是这样 其实 这个东西不该追求这个 而且很多人就下一字 写出罪加解 其实 不该是这样 你要搞清楚 人家要死 要死 然后呢 往往呢 我们就是要推测 所以主要 推测呢 这很重要 就是 互动 而且重点是 讨论 所以主要 interview呢 这是要练的 在我们这门课呢 换花蛮多时间 在做 interview的练习 所以是我要特别开这门课 因为很多同学 就是必能造去 忘了跟人家互动 那你要想 工程师 跟黑客是很不一样的 黑客是什么 就是你在电影上看到 哦 那个敲键盘 然后他做的 说很神奇的事情 或者是像唐凤 不然要搞什么鬼 反正就是做这些东西 哇 做这些好神奇 又元宇宙 又web split 又IPFs 哇 好神奇哦 对不对 就是好像唐凤来 就控制导播了 因为 那就还可 OK 但是真正的 真正大部分的工程师 在干嘛 就是要跟沟通的 很多 你要想工程师 软理工程师 其实 上班的时间 假设一周的40天 我不相信有30 假设一周 如果40个小时的工作 就是不含加班 就是 应该不是 就是 假设工程师 就是一周工作 40个小时的话 那是一个假设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说真的 你觉得会有30个小时 在写程师吗 我不相信 有没有到一半 我都怀疑 就是真正在电脑前面 写程师 因为中间干嘛 中间一定会有跟 主管 跟同事沟通 跟客户沟通 或是说 你中间干嘛 要进修啊 对不对 有东西不会 干嘛 要去Stick Offload 去GitHub商 去干程师嘛 对不对 就是 会做很多种事 所以真正花在 这个coding的时间 是很短的 所以注意到 即便是 这个 会议很少的地方 其实 不可能说 完全满满都是 写程师 其实 这个很重要 然后沟通的 比例 其实是 很可观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看法 你可以问看 身边的工程师 朋友们 那些 工程师的 那些亲戚们 你可以去问看 其实真的沟通的 时间很多 也许他们没有 记住实际的时间 但是 但是 你可以问问看 就是 让他们回想一下 通常都可以 告诉你 一个很可观的时间 所以注意到 这件事 就是 interviews重点是要沟通 好 那我们来看 一个实际题目 就是像 Liko有一题 叫266 这题很有名 这里有名的地方 并不是他 多厉害 他翘 就是 看起来很废 但是 他可以迎来 很多思考 好 我们来看 Liko这题 那注意到Liko一般来说 他就是会有 这个 会有这个 题号 那注意到这个数字 跟难易度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 因为他会一直扩充 Liko是这样 就是说Liko 是由 这个 矽谷 以前在矽谷工作的 一些人 他出来创立的公司 那这个 他有一特货力模式 很有趣 就是 他会有 那种 这种 就是白金版的 那种 就是反正是付费版 付费版 然后可以得到 更多的服务 但是他是有一些 Store 那一般的话 就像我像没有登录的状况下 就是 我还是可以用一般的服务 他可以有些题目是公开的 然后 但是你要去看别人的解答 或者看一些讨论 或者说 知道到底哪些公司 出的这些题目 这种比较关键的资讯 然后你就要付费 好 那这边 他的数字来讲 命题之后 就不太改 但是有些 内容还是 就是内容一般来说 不太会改 但是测试资料会改 所以 有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 就是说 你去年或前年 就是说 可能测过了 你的程式可能当下的 当下你写出来的东西 通过了 但是之后 他因为测试资料改了 所以导致他 没办法通过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 那利扣266在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一个二元数 然后这个二元数 他希望你去做 领向转 就是二元 二元就是 你看到 这个二跟七 二在左边 七在右边 那他想要七在右 七在左边 二在右边 那同理 这个九呢 九的原本在最右边 他在这边最左边 一呢 原本在最右 最左边 下边最右边 所以他就是个翻转 翻转二元数 好 那这体呢 你看到 就是 假设呢 这体的 他的实作方式 就是 最佳他实作方式 我这边就不弃讲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是一个 可能的实作方式 好像用西元来做的话 那我们这边用一个 实作技巧叫什么 叫地回 你看到 就是这个invert tree 我们用个地回 好 那假设程次码显成这样 就是说我地回的时候 我用地回方式去做什么 去把这个 逐一 就是他的 他的subtree 那个 就是 直接点 对不对 像这边 一底下有 直接点有二跟三 然后相继的 去把它 把它翻转 然后 左边呢 变右边 右边变左边 好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我把这个程式码 第十二行 跟第十三行翻转 就是说 我翻转的时候呢 先翻左边 还是先翻右边 那我做个翻转 请问呢 会不会影响到输出 哇 这件事有趣 这个东西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蛮多人 在我之前 常在做模拟面试 或者说类似题目 在做我之前在面试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这种题目就死给你看了 就很多人对地回就没有准备好 我之前面试人最密集的时间点 大概是17年吧 就 讲说 06年到07年 那时候我面试蛮多人 那时候帮公司找很多人 那时候一天 最高纪录大概就是8个 排8个interview 超过8个interview 但是写程式的interview 就需要我全程主持的 大概有8场 中间可能要去支持一下其他场 然后我那时候发现就是有种 很多人就是死在那种地位 而且呢 就算是台大电器也会死给你看那种 而且是那种当下给你哭出来那种 好 那注意到这题呢 其实说真的它不难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傻傻的把这样的程式写出来 是很危险的 注意到这个程式呢 以这个Liko来讲的话呢 这样子写的话 其实这样就可以对了 就是以答题来讲这样就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以这题来讲 答题就可以回答出来 但是 但是呢 真正要讨论东西的并不是 并不是interview的时候 人家看你默写这一段程式嘛 对吗 不是 我们真正要讨论地方是什么 诶这个程式怎么运作 我说诶这个诋毁 这个诋毁呢 会有这个成本 我们知道诋毁的成本呢 就是它的stake 就是可能会 就是stake的深度会增加 那深度如果增加太多的话 会可能会遇到什么 stake or flow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真正要讨论地方是在这 就是说 甚至呢 更厉害的interviewer 就是初天人在interview 被面试的人叫做什么 叫interviewee 那interviewer甚至问你说呢 你对编辑有没有概念 对编辑有没有概念 比较能不能做这个 talecode optimisation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后续问题 注意到 我们称为叫follow up question 注意到follow up question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呢 像这种简单题目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答对 尤其像程大学生 有时就是可能 就可以背下来了 我想你可以考上程大 不见得是多聪明啦 但是就是 人家跟你说必考题 人家跟你说常考题 就把他把它背下来 对不对 因为 对你懂吗 这就是你的细心 像我在上课的时候啊 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那上课啊 学生那个精神综合不佳的时候 或者说 你知道现在有smartphone 学生会玩电动啊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这样 我就会突然这样 联发科必考题 就这样 联发科必考题 然后你的同学就 就醒来了 看你超比肩的嘛 就是下一次的 尤其到 如果有去过补习班 下一次就听到 哦哦 必考题 超超超超 不知道超什么鬼 就是 就是你知道 很多陈大学生就这样默写出来 但是呢 真正follow up question 才是真正关键的 但是呢 你很可能没办法遇到 很棒的interviewer 因为其实这件事 也看怎么出题了 以这题来讲的话呢 这题来讲的话 有个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需要对二元素做mirror 就是做这种翻转二元素 什么时候要做 这东西呢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哇 真的还讲不出来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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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东西呢 说真的 真的讲不出来 除了interview以外 真的讲不出 它有什么实际用途 因为这个 它就是一个题目 就是 你要真的想 你想看 你在 不管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 更棒你去想看 或者说 或者说你自己想看 就是说 在这个情境 就是 你需要把它做mirror 什么时候 我用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通常我们用二元素干嘛 就是 做search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 我去看 我怎么去调整深度 然后呢 我 我怎么去思考 说有没有一些变形 不要说 做那种 self-balancing 像那个红灰素 对不对 但是像这种 真的它就是一个题目 然后 所以 注意到 这个题目 说真的 更多的时候 是 用在沟通 它 它可能 没有什么 实物的作用 然后呢 这题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有名的地方 就是这个 massware massware是谁呢 massware就是 那个blue 就是你可能知道 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 这个 就是在mac上 有名的软件 就是 mac上呢 有很多那种套件 是需要的嘛 需要 就是 原本那个apple没有提供的 那你可能需要在mac上自己安装一些套件 那blue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它收集了大量的套件 所以像我这台电脑 就很顺利 比方说我要 upgrade blue upgrade 然后就可以去看 看我这台电脑 安装的套件 有哪些 好像可以看到 我就干嘛 去升级 去追踪说 我在电脑上有哪些东西是 很旧的 然后在干嘛 哦我就可以安装跟你说 哦有什么 有六个套件的 是需要什么 可以去升级的 他就帮你升级了 所以其实这个作者 就是macs macs做的 他算很有名的人了 就是在他的领域 小有名气 可是他在twitter上就讲 这个底下有一些超链接 自己点一点 就是说他们面试都被刷掉 他说呢 这个google就说 我们很多工程师 有 基本上有用 用那个macOS开发的工程 开发软体的工程师 其实都会用到homeblue这个软体 就是那个blue 然后但是呢 因为你没法在白板上 把那一题写出来 我们决定不要用你 所以其实呢 很多时候是这样 就是 哎呀 你说能够开发出 刚才这套软体 是不是这套结果也要熟 当然要熟啦 不然你这个 追踪这些相依性啊 其实这个 这个是相依性的追踪 其实不容易的啊 而且人家那么快去 这么大量的套件 找出他的那个 哪些旧哪些新 一定有一套方法 他只是说呢 刚好那个max刚好 刚好没有做出来 他可能也是傻眼说 哎呦 怎么给我出一个 这个这个垃圾题目 对不对 然后 那所以呢 注意到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要去沟通的 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其实 如果你呢 你当下没办法 完整写出来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概念想出来 或者把相似的 比方说 你可能就对红黑树 有点概念 你说 这题呢 这题呢 与其说这个Miro 我对红黑树我知道的吗 哎 我对红黑树我知道 他会去做Rotate 好 我写一段Rotate程式码 写给你 所以假设我今天要Rotate 比方说 现在现在Note是 就是 那个 最顶端的是1 那我现在想要把最顶端 变成2 那我打算怎么写 就是 你可以尝试去做这个 就做这个描述 那虽然听起来好像答非数问 但是总比的嘛 总比发呆好 尤其很多陈大学生 去面试的时候就发呆 其实说真的 哎 你说人呢 真的要差很多呢 我真不相信 你说你跟台大学生 有差过远 这我不相信 最后我不是讲 什么心灵鸡汤的吧 我现在都跟你讲 你在学店读书 最后我没有在鼓励你 但是用脑袋想知道 假设他比你聪明100倍 他还会留在台湾吗 这实话嘛 对不对 偶尔会有像唐凤这种 就很神人 但神人要去当高官嘛 对不对 你说唐凤来当个大学教授 也要 何止委屈啊 对不对 可能会被动掉 这个这个 不能讲太明白 你懂吗 好 总之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 总之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互动 是关键 好 我们再看那个听误 很多人花力气 在那个力扣上 就是被答案 其实这个 我再强调一下 我希望大家了解是互动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有些题目呢 是 呃 他可能是 呃 有些人 这命题的时候呢 他会把零扣当版本 但实际上会做一些 呃 变形 比方说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 像这个例子呢 就是 其实这题的很好出题 就是 呃 这题不是我出的啊 就是我有听说过 类似这个题目 然后你看哦 这个 锦制游戏 这个T-Tek Toe 怕你不知道什么 在锦制游戏 还是给你看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 你看哦 这个 只有圈圈跟叉叉嘛 然后那个 三个连异线就干嘛 就 就过胜 所以显然就是这个 圈圈过胜 然后最后这个 他的用语哦 这个用语 看一下哦 这个那个 叉叉叫什么 叉叉叫close 然后那个圈圈叫什么鬼来 圈圈叫 圈圈叫这个 哦 就是 the knots 那这就是圈圈跟叉叉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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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然后不要想看这东西啊 这东西男在哪里 如果呢 问你说 用西元来实作 好 用西元来实作呢 你要怎么去展现 他的这个版面 原来他的盘面是三 呃 三乘三嘛 对不对 然后 诶 这题男的地方是什么 诶 圈圈叉叉 好 那就是说 诶 那我知道 就宣告一个阵列 正列是什么 呃 三乘三 然后所以总共有 九个elemen的阵列 那这个形态 我用用不灵 哦 那问题来了 今天呢 下棋的时候呢 是什么 他的确会有圈跟叉 但是也有可能不下棋 诶 对不对 有空的 对不对 空 圈 叉 所以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个陷阱题 对不对 陷阱是什么 就是 布灵不够用 因为布灵只有0跟1 好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没下棋的状态 好 所以事实上他有三个状态 好 那三个状态呢 然后那个 接着要用什么呢 接着就是 呃 你就会有什么 你就会用CHA 对不对 好 呃 然后呢 那这边有个陷阱题是什么 陷阱题就是说呢 呃 那你可能会写一个什么 就写一个enum inumination 就是 不要说这样 好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 呃 你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你会讯告这个 好 讯告说 呃 呃 呃 一个 成立 好 然后 这个 成立 好 然后呢 呃 然后这个是什么 呃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 呃 对 呃 1 l12 虽然要给他一个 呃 unchange 好 所以有可能有人会这样子写成试 对不对 就是这样写成试 好 那这这写成试的话呢 这接着有人干嘛呢 就是 就是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什么type define 啊 对不对 好 就有些 字 就是 诶 不是字 不是字都说明了 就是他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写一个这样的词事 好 呃 去写一个什么 就是state 好 t 哦 开始 哦 我用底线t哦 底线t表示什么 是type define 好 好 那这时候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当我呢 去宣告一个这样东西的时候了 好 然后表示bord 好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要发生的啊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注意啦 这时候很多可以问吧 就是这时候呢 很多可以问的地方 问的地方在哪里 就说呢 这个是一个列曲 对吧 哦 这个列曲呢 然后人家问说呢 诶 那请问这个byrd啊 它的size of fone 还是多吗 哦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是有陷阱的哦 因为呢 enum呢 它事实上呢 它的 一区西元的规格啊 它其实实际上宣告的时候是什么 是integer 哦 虽然它 你目前只有列出三个状态 对不起啊 它永远都是用integer 哦 所以呢 呃 所以事实上呢 以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男的地方在哪里 哦 你看哦 就是 动画没有考虑演出来嘛 对不对 就是 但是光宣告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光宣告就可以搞死你了 对不对 而且光宣告就 就把你的气势打乱一般了 对不对 你 你开始在想说 我要怎么判断什么获胜 对不对 结果后来发现什么 人家一直在问你说 哦 要用什么形态来存 哦 好 所以你看哦 如果呢 你用那个 enum来列取的时候呢 你就会列入一个陷阱 就是你用integer来存 好 所以变成说呢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用 4乘以3乘以3 就是 因为integer是四个byte 然后就是4乘以3 乘以3 所以事实上呢 9436 好 所以你是要用到 36个byte来存 好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它的 其实用那个 一个character就可以存了 一个字眼就可以存了 好 然后接着下一个问题 问题呢 就是问他什么 我说 诶 如何判断 然后呢 如果你傻傻的就写什么 哦 我说呢 就是写出 哦 这东西我就是阵列啊 就是什么 呃 你懂事啊 你开始 开始说 哦 我这个 这个我知道啊 对不对 就是我先要宣告之后呢 我干嘛 我就是写出一个 呃 2 1 然后 那个 1 1 然后什么 0 1 哦 所以你就判断说 哎 如果这东西都是都是圈 或者这东西就是X 然后判断说 它是不是连成一线 哦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又会有什么 又会有什么 就是这时候就问题了 就会被说 啊 它这个方法是不是太没效率了 哦 所以就是 假设你今天就是傻傻的 就就讲这个 哦 最后这也不是什么傻的 就是这个概念哦 那最后 其实你可以用讲 就可以把它讲出来就好 不要不要不要真的去写哦 因为去写的话 其实很有那么 很繁杂成是嘛 然后但是呢 呃 可能interviewer呢 就会不满意 你做了interviewee 就被被面试的人哦 呃 回答刚刚那个 就概念型 这是规则哦 那可能interviewer 他就可以说不满意哦 他说哎 你能不能用Be wise 哦 然后呢 可能乍天之上 你会觉得哦 Be wise 哎 我有听过耶 然后你甚至说 哎 我有上过这个课耶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哎 Be wise 我上过耶 对不对 然后我知道Be wise 可是你可能脑袋里面 一片空白说 这东西跟 跟警制游戏什么关系 然后 这注意到 这时候呢 如果人家已经提醒提示了 就是说 能不能用Be wise 去表达上面的状态 你可能就陷入个迷思啊 对不对 因为你开始 要用步林的时候 已经被人家打枪了 对不对 或者已经被人家提示说 哎 要考虑到没有改变的状态 结果人家又要Be wise 知道吗 就是interview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其实这种节奏 其实有时候 其实这个是 我们等一下讲 讲程式码就知道 感到超简单 但是就是 有时候人家节奏 改变了就慌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一开始就讲步林 人家说 不行 步林不够 要有什么 就是可能谢绝啊 然后现在呢 要如何去判定 你写出规则来讲的话 人家想要 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人家提示你 就用Be wise 所以这时候呢 你要做什么事 这时候呢 你就要去开始 想 就是说 你不能直接问他说 Be wise 我学过 但是我不清楚 你千万不要回答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说你听过 学过 但是目前作答不出来 那就等于不会啊 对吧 所以注意到 你遇到不会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说 Be wise 我听过 但是我没有要作答 对吧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说 台大我考得上 但是我 但是我作答卷太小 我写不完 所以我只能考上成大 搞屁啊 人家不会相信你啊 对吧 所以注意到呢 如果呢 人家给你提示Be wise 结果你还是想不出 搞屁啊 这个东西有什么关联 然后呢 这时候你干嘛 你就是先展开 什么叫先展开 就是不要急着说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多一点提示 注意到 不能立刻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多点提示 因为说真的 那个气氛也不好 对吧 你前面很可能已经答不好了 前面他这个表 展现棋盘的方式 你已经已经答不好了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大概知道他在讲Be wise 然后你开始想一些编码 所以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尝试呢 就是既然你给我一个提示 是Be wise 那我尝试呢 去列举一个什么 我尝试把这个 012345678 然后把它展开成这样 然后把它展开成高位元 然后尝试把它对应成二进位 因为对应这二进位 其实蛮单纯的 蛮多 你不用全部每个都写 你就写几个就好 然后呢 然后干嘛 就开始发现什么 其实这个我在编码的时候呢 如果呢 我们的编码呢 是考虑到组合的 什么叫组合的 然后你想介绍 像这个棋盘 你看这个棋盘有趣的话 就是假设呢 我就编码的时候 这样编 就是这边是高中低 这样编码 所以你看到 如果是上面打叉叉的话 我怎么编码 我就是高都是空的 高空的 低的时候呢 有什么 中间这个 所以我就是010 最低的那个010 我是set 然后呢 我现在要多set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有趣的 这个就是最高的 最高的在这里 高中低嘛 最高的 我生一个这个 好 那你看到 从左边到右边 好 所以你看到 你就可以 你先列举一个东西 然后一边干嘛 一边跟那个interviewer 互动 你讲的这个 二进卫 可能就这个东西 所以你讲的B-wise 可能就讲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end的运算 然后呢 注意到呢 你不用 全部流程都很清楚 其实很多时候 人家只是想知道 知道说你可不可以 去解析问题而已 以这个题来讲的话呢 我们当然可以 照着游戏规则 就是照解析游戏 的规则 去把它列举出来 但人家想要测的是什么 测说 有没有方法是 可以跳过 所以注意到呢 其实这件事的 关键在哪里 这件事的关键呢 在于说呢 呃 你可不可以去推广 我们其实推广 不需要推到答案的嘛 其实呢 你能够做到这一步 说真的 在这个interview的场合 其实这已经很棒了 那通常呢 如果你卡来这边的话 人家还会再给你提示 诶 就是说呢 这个提示是什么 诶 那我是不是可以 做出特定的bit mask 所以看到 以这个获胜了解来讲 这几个都获胜了解嘛 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bit mask 就是这个连接线的 那它可能是什么 它可能是值得连的 很多连的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出这种组合 对不对 就是 呃 这个 一一嘛 一一就这个 连成一线的 那当然也可能 连可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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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成那个 在中间的 这个连线的 那也可能最上面连线的 好 那再来是什么 就直达跟鞋的 是不是 怎么列出了这个 那总共数字有这个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 总共有八个 所以这个可能是interview 一个禁止的一个interview 应该要提示的 它不应该是傻傻看着interview 停在这个地方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那时候没有办法推广到这边 那只能说你的学习比较不好 那你就诚实讲说 抱歉 我真的没办法联想出来 我做了这些列曲 我真的没办法联想 你可不可以给我提示 所以注意到的就是 你诚恳去跟人家要提示 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 一开始人家说 已经给了B-wise 然后说 这个提示我听不懂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多一点 不行 你其实应该花点时间去列决 好 所以其实这题 真的 比想要这么简单很多 这题 我写一段程式 之前写一段程式 给你做参考 就是说 你要写B-wise的话 你要判断 有没有成功 吃冰箱 靠超简单 就是做数值列表 而且这个列表 还可以 注意到这段程式码 还可以改 还可以再简化 所以你看到 其实这个整个程式码 真的是 经过调整之后 它可以变得很简单 所以注意到 其实D-code 更多时候 并不是说要 叫你 当下就给你 写出个最佳简 可能像这个 就是不是说 写个最佳简 很多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 可以讨论 然后最重要是说 跟你过去的经验 是不是有 有匹配的 其实你可以在里面 偷渡 但是不要 不要那个 宣兵夺主 就是说 你可以在里面 偷渡 你做过东西 看过东西 那就是 那你要看 对方的那个方式 就是你要 其实简单说 你要看人 所以注意到 这个D-code 绝对不是 他不是被答案 他是要互动 所以注意到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在 interview的时候 他会发现 奇怪 我命就很顺 很顺 很顺 就是被 说明团就被答案 那就 哦好棒 我都答出来 然后人家对方 就可能就 对不对 对方就说 哦好 对不对 OK啊 OK好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很危险 他跟你讨论这个后续 那反过来说 有时候你卡在这边 但是有一在讨论后续 好 那 既然点到这边的话 我在这边跟大家提示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在我们课堂 就会有 陆续有这种 这种 我开课也是希望 把它整理起来 因为太多人死在这里 尤其是陈大学生 根本没有机会什么练习 因为台大学生还有机会 看一看外面 但是陈大有时候就是 在那边卡着 所以就是说 像我这边的话 就是会叫同学 就会录一段 都表演就真的要录 所以你自己斟酌吧 就是 旁天同学也要录啊 对吧 不是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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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漂亮了 被你发现我之前在看什么广告了 好 不是这个啊 不要误会啊 是这个啊 所以就说呢 我们把声音把它放出来 所以你看这是interviewer 就是叫你说呢 一人分刺两脚 一个是interviewer 一个是interviewee 如果你把声音听不懂的话呢 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开字幕的 对吧 你看看哦 此时呢 他当interviewer 那之后呢 他就会有一个段是interviewee 好 好 那interviewee的话呢 就是这里 就是被 要回答问题的 注意了哦 这里interviewee要干嘛呢 一边写程式 一边回答 有没有 一边写程式 一边回答 然后这个要练 然后你一定会说 我在学校的时候 没有练过这种事情 对不起 来这边练 来这边练 好 这两次啊 就是 你就要做到这种事情 就是 你英文讲的顺不顺 这一回事 反正你有一个学期 或者后续还可以改进 然后呢 但是一定要做到 不管你讲的什么 鸟英文 就是要一边讲 一边写 觉得不要 最好这个真的要强调 而且这个同学呢 也不算最top的学生 他是中上 如果像中上学生 都要有这种表现 这个很关键 因为 你要够熟悉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嘛 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一边讲 一边讲一边写程式 然后呢 这个就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自信 也是这样来的 所以注意到呢 很多学生都说 我自己没有自信 这个自信是结果可以吗 好 那所以你看到 这边来讲话就是 你可以先观察 观察这个自己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教你说 录制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叫你先做自我评量 然后去讲解 讲解说 我们有一些方式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怎么去重复 怎么去解析问题 然后去怎么去作答 然后就开始自己检讨的 然后他自己 就自己做很多检讨 然后 然后还有他评 他所谓他评 就是表示我 受课老师会评论 然后其他同学也会评论 而且是什么 几分几秒 帅吧 几分几秒干嘛 就跟你讲说 去批评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被批评 那你受不了被批评的话 不要来这个课 好 再讲一次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要练的 而且你要能够被 接受被人家批评 而且你去批评 别人本人一个进步 就很多同学就说 好 我愿意被批评 对 你们发现 我们那个影片 是看不到人头 对不对 我们会叫同学去做一些影像处理 或者把那个脸遮起来 所以你来这门课 就是我们会想办法让你 因为有小孩之后都是这种广告 好 再讲一次 就是说 你来这门课 就是我们会尽可能去保障你的个人资讯 所以就是说 你虽然好像被公众批评 但是你的人头看不到的 然后 你看不到你的账号 对不对 你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那我想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同学们知道怎么去批评 无论是接受批评还是批评别人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 需要这个 你看很多细节 就是这个 还是有可能改进的部分 然后最后我一开始是自己练的 自问自答 然后我们之后安排那个Mark Interview 就是我们 我们去年做的比较少 我们去年只有做一次 那我们今年希望看可以多做一点 然后最后这个是很重要 而且这个东西对于New Grade 就是那个 New Grade就是讲那个大学刚毕业 其实这是很大的机会 因为台湾的都工程师 完全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其实你想 就是说假设你同样一个三十几岁的 跟你这二十出头的 想去Google 其实你不见得 你作为一个二十几岁 不见得会输 你说能够有工作经验 但是说真的你想 有多少台湾工程师 有办法做到刚刚那一天 就是一边讲 不是用英文而已 就算用中文讲 也一大堆讲不顺了 用中文讲一大堆讲的 不知道什么鸟毛东西都多的是 而且台大电机 台大自工毕业也有 为什么 因为你身边都是讲话一些 讲得不清不楚的人 你干了生活久了 就会不清不楚 注意到这个练习 其实真的需要找一个对的练习 这件事你在学人的时候做 那个落差可以拉很大 这个其实很关键 而且你不需要什么话都讲得顺 你有听懂吗 就是遇到这种 Coding Interview的听读 反正有一套模式 有一套步骤 然后中间我们会很强调 怎么去检讨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是菜机啊 看过来 我是不是贴错连结 这个中文的嘛 哦对 这个 像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讲得比较不顺的 但是很有勇气 像这个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用中文讲 然后呢 做了很多 但是但是 但是 哦对对 你不记得要做影像处理啊 包成这样也是够酷啦 我们不知道在干嘛 对 这个就是比较像 这个就是比较像台湾公司 普遍的讲话方式 好我们来听听看 同学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面试 那等一下会给你一个 Document 那等一下会有几个问题 会希望你可以用 Document把它写出来 哈喽 好 你看这个interviewer的气势 就很糟糕了 对不对 他说 我等一下有个问题 请你把它写出来 然后如果说 你看哦 如果你前面这种步骤 然后你之后呢 你之后说 哎 不好意思啊 我们时间不够用了 或是说 同学你讲话很没有重点 你自己讲话都没重点 然后说别人没重点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其实 做个interviewer呢 你的气势这样有 而且 你说要出题 你说要出题 讲的这样 就很没有那个 就是你好歹讲一下 我接着会出什么题目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要想要鉴定 你方面什么方面 能力之类的 会包含哪些什么技巧 你可以先提示别人 而且这个 有时候提示的时候 也是一个互动 看人家听到 别人说 我可能会考你一些DP 人家说什么DP Dynamic programming 如果说 你讲DP的时候 人家点头 这个人大概知道DP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出题的时候 也是要干嘛 也是要看这个 不过像刚才那个 就是很像那个 谈工程师的表现 就是讲的话 看起来都是很诚恳 但是没什么咨询量可言 invert过来的binary tree 你看这个 然后再听一次他讲 好 同学 准备好的话 那我们进入第一题 你看 一堆最值 对不对 就是 前面讲完科赛 然后说 啊这不用 我们时间不够用了 到底是谁拖时间 第一题是我会给你一个binary tree 那我希望你可以回传一个 invert过来的binary tree 好 你看 这个台湾工程师的讲话 讲话就是这样 你前面讲一堆中文 然后你说invert 那请问invert定义是什么 所以其实那个题目是有陷阱的 那个题目真正的 刚才我们看了 就是刚才那个题目 那个题目其实是什么 是mirror 它不仅是invert 因为你要定义什么叫invert 所以你看到这个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interview 没有把题目讲清楚 然后interview也好不让来去 虽然他是自己 interview就是干嘛 急着去作答了 看来我看来要写程式了 然后总之就是说 这个东西 其实有一大堆地方可以谈的 那我希望 我们来这门课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不止把这个程式写 你把那个资讯量传给出去 而且该去沟通的 像invert 该去沟通的 甚至这个题目 它明明就是licore的题目 其实licore的题目 很多人就急着 急着去作答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这个要讨论的 要不像说要问人家说 问人家什么 问人家说 可不可以用地毁 我打算用地毁 然后如果对方说 我除了地毁 我希望看到什么的 或说我如果用地毁的话 我的深度 分析是怎样 所以总之就是我们在这里下 就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其实这两者都要用 请你不要把它当作鄙视 因为当鄙视的时候 你不太 你只在意你的作答 其实更关键的互动 其实interviewer 其实也是该什么 该检讨的 有些用词要精准 然后像这个 检讨 比方说出题 对不对 出题的时候 你出题 然后人家回答了 其实这里是要检讨 而且尤其是interview 要想说 这是你之后的员工 之后的员工 之后的同事们 以后一起做事的人 能不能注意到这种细节 或者说一开始没注意到 那是提点之后 对方会做什么回应 或者对方明显的 对某些地方的 掌握度很低 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下一次的机会 或者说呢 让他限期速做一个必要的改进 然后当然是程式码本身也是可以改进 像那个程式码其实可以写得更短 那写得短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就像刚才你可以看到 这更小一些前面那一个是吧 一边讲一边写 所以你平常有练成写短的程式 主要短 我们讲的是简简 精简 而不是那种 变数名称乱取 注意到这个变数名称乱取 就是精简 L 乱 N 对不对 这个算乍看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讲就 L means left Right means right 对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去讲这个 那其实这个东西都要练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门课 我们事实上从第一个作业 就会要求大家 这也是 那这也其实也是 然后还有该发音队的地方的发音队 就是你不需要整个英文都发音很好 因为其实interviewer很可能他也不是native speaker native English speaker 但是关键字是绝对不能发错的 像这种 而且这个非必要的中音词位交错 真的是没有太大帮助 刚才那个初题就很明显 对不对 他就是讲一个这种东西 然后就中间inverse 傻鸟 对不对 你前面就讲一句中文 然后后面就inverse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 我讲话 我担心如果讲的话 讲得不清楚 所以我关键字都用英文讲 但是你主题用中文 所以你变中英一直夹杂 这时候会说 阿鬼 你还是讲英文吧 主题这件事是真的发生过 靠我十几年前 我去一家香港公司interviews 不是一家公司 然后他是香港的主管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我就是讲话的时候 比方说我那时候用西家家 然后做这个class 然后做这个inheritance什么的 反正就是类似这样讲 然后对方就说 就是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 然后类似这种 就是类似这样 就说不要再用中文讲 用英文讲 然后那时候发现 靠 用中文讲 用英文讲 讲得不顺 然后他说 算了 他说用中文讲 但是不要给我砸一堆词 后来发现什么 后来发现我两个都讲不好 所以那次给我有一个蛮多启巴 所以后来就练一下英文 因为我后来发现什么是 人家想听的是关键字 而不是你整个英语对话 因为你要短期内 尤其是像有研究生 你要短期内英语要变超强 说真的很难 我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会的话 请你分享给我 反而说我们现在是什么 是关键字讲清楚 有些话讲 讲得清楚 比方说一下有个字 不要讲错了 比方说这个 你不要念star了 你要这个是 A pointer to structure tree note 所以这样 这个东西要念什么 A pointer to structure tree note 而不是念star 对 就是像这种 就是这种发音 什么这种东西 这样讲清楚来 然后总之就是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作业 所以其实第一次的作业 就很有挑战了 就是你要了解一些 很多关键的议题 好 接着就是在尾声的时候 我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选公司 选公司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艺术 所以这个我不打算讲太多 而且我去年也讲过了 那就是 我在 我会把去年 跟公司选择的 有关的地方 把它单录出来 然后 那这边就快速 快速讲一下 这个选公司的看法 一定有些公司 是梦幻公司 你把这个选公司 变成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好了 一定有些人就是你很喜欢 看到他就很迷惦 应该有这种人 你会很迷惦他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或是男生女生都有 但是有些你就是 你知道没办法相处 或是说你可能跟他相处 或者跟他分手之后 你会可能会很痛 对不对 就是可能 就是你发现 你心目中的女神 但是 但是 私下的什么行为 不太好 对不对 那你就看他女神 就看他女神样子就好了 不要看他说 不堪的样子 其实公司也是有 有这样的 就是说不可能有公司 完全完美的 就是 因为完美 这个就是两方 就是一个 一个可能是完美公司 但是 你可能现在还没那么完美 或是说你到了一个完美环境 反而你有时候很 很拘腻的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其实我想 大家去思考 就是公司的文化 公司文化真的很重要 而且这是 人跟文化 人为新的文化 然后原本的文化影响的人 这是相互影响的 然后你想要跟谁共事 我想这个大家 尤其是第一份工作 你要应该思考的地方是 第一份工作的薪资 不可能差到 五倍 会有差到两倍 但是不太可能差到五倍 如果有差到五倍的话 很可能是你们两者的 本来就落差很大 所以就说 如果工作一开始 它不会差到 说像五倍这个落差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要去想 公司的文化 因为毕竟跳槽的机会很大 所以就知道 就很多人就是会 会有个迷失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完美公司 像Google那种 Meta的完美公司 但是有时候 你绕一下路 其实不全能是坏事 而且说明你绕个路的时候 你去外面找一些公司 当电脚石 你去旗律找码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 让日后你真的到Google 到Meta的时候 反而你这些旗律找码过程 可能会有些帮助 不管是人脉 或是你一些这种 乡野经验 其实很有帮助 因为毕竟 你知道有很多学动好的人 他一开始 他也没打转过 没有在外面的环境绕过 所以他不知道外面的很糟的环境 发生什么事 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技能 总之就是说 在第一份工作 我的建议很简单 就是说你先去想人 因为薪资不太可能差到五倍 这种数字 差两倍是会有的 但是不太可能会差到五倍 所以你先去找人 这个人应该要能够帮助你在第二份工作 不管是跳槽的时候 跳到一个很好的公司 或是薪资可以大部分拉上去 因为第一份工作 往往就是因为受限于很显然 就是你的学历 你的经历 你很难说真的天差地远 对吧 这个很难 所以这个公司给薪水 就大概那个数字 比方成大 就大概给多少钱 中央大学大概多少钱 教大大概是多少钱 刚才有一个论址 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一大堆种 但是跟谁共事很重要 对不对 跟谁共事有人就带你飞 这很难讲 对不对 或者说就是你的主管可能在跳槽 他就记得你了 到时候你跟他一起跳 那注意到跳槽呢 第二份工作 尤其在科技业 第二份薪资呢 比第一份高25%是很常见的 就是我不会说这个是一个 一定会发生的事件 是比原本高25%是很常见的 那谭曼筹码是到25% 到50%都有 当然如果说要更高的薪资 比方说double这种 就是真的要谈的 有时候也是要时机 但是高版是20%是一定有的 就在第二份工作 其实应该说 如果你没有高版的20% 很可能有些问题 对吧 表示这个产业没有产长那么多 或者说真的外在环境 有大影响 所以就是说呢 你力气呢 应该是去思考出来 我在第二份工作 当然你所谓第二份工作 可能也是在同一家公司 但是不同的部门 或者不同的指称 就是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总之就是 因为你的第二份以后的工作 其实对你的专业的塑形 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你第一份进去的时候 你可能去哪里 你可能去联发科 联发科可能一开始 手机也做 电视也做 然后通讯 就是卫星通讯也做 但是后来发现 你最喜欢的做 可能对手机还是最有热情 反正就是说 你后来发现 你真的做得好 而且这个东西被人认可 然后你可能以后跳槽去Google 跳槽去跨康 或者你在联发科 但是升到更高的职位的时候 这个薪资就会 筹码就会很大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好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 因为你之前共事的人 他是优秀人 优秀人会到优秀的环境 然后或者说优秀人 他会给你带一些专业的能力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然后底下有些话我就不讲 因为这个之前有录影 我之后把它整理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希望围绕在 对这本书很值得一看 这本书其实你要想 尤其到了资产环境 真的要去想 你一定有些东西做不好 但是你跟人家可以互补 你在面试的时候 很容易被问到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可能是打不好的 但是你刚好有机会 进入到这个产业 然后特别是刚刚讲的 你到跟对的人一起工作的话 就是专业上很适合 可以让你提升的人 可以有这样的环境的话 那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东西 而且是一定比你在学校 比你在这种网上闭门造句学 那来得快 对吧 你跟大家常常相处 从他们身上学 快多了 觉得比你这种乱枪打鸟 而且人家说是 可能是一个专案 就一顿盯着你做的 其实那个成本空间更大 好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需要 像刚刚提到 就是它有需要一个回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课会要求你要录下来 对 录下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 要得到一个回馈 老师 主管 同才 然后 那 你要成长 那成长这个就要明确的目标 你要刻意的练习 好 那这个底下呢 这边就是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些描述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之前 之前我那个去年录影 也有讲 那所以我就今年就 我就把去年的东西 稍微稍微稍微 稍微 稍微 就是可能会 我之后这个页面 就这个页面会更新 就是更新之后 就会跟他讲说 哪边要搭配看去年的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主要就是几个 就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这个 了解说自己的 怎么去展现自己的特点 像这个履历表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样这个就是 怎么去写这个履历表 然后 这个其实也是我帮助过的人 那我也希望说 我开这么个课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也去把这种经验分享出来 然后像这种就是 哪些特质 然后怎么去展现 像这种遇到什么监督问题 怎么办 然后再次这个像 面试 面试这其实你真的需要策略 就是 面试不该是为了什么 收集 收集offer 什么之类的 就是其实这些面试的过程 其实你是要干嘛 更清楚知道自己 然后更清楚知道自己 去把什么 然后然后然后 对啊 然后知道 一旦知道自己有欠缺什么 去干嘛 去补强 然后这边也有很多 这个相关的经验 包含说去海外工作的 那其实这些 呃 你看多了之后呢 发现共同点其实蛮多的啦 就是说 呃 虽然它可能切入方式不同 但是终究呢 你是要能够持续 能够进修的 尤其特别人想到说 你退休时间 是60岁以后了 那你现在才20几岁 比多 呃 30 可能接近40 呃 但如果你超过40的话 我 我可能帮掉什么忙 对不对 因为 你遇到问题 我可能还没遇到 我刚 我 我 我刚跨过40这个门槛 对不对 那 但是总之就是说呢 我现在所见的 就是来着 20几 30几 那20几 30几 说那你有很大 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成长空间 其实那个 该练的东西要练 然后 呃 像这个 像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只是 自言自语 这是不够的 你要做这个 Mark NewView 那所以我们这学期呢 也希望呢 去强调这个 这个议题 那这个 这个东西看起来 是老生常常常 但是做才知道 而且真的是 我真的是 希望说呢 我们就真的把它列出来 就是真的是 大家相互来 相互来批评来 来指教 这样子真的才会成长 好 然后呢 这个 只要呢 同学说要选修 然后 然后 反正我一律呢 都会跟Go同意的 所以 注意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一律同意是什么 这个这个我必须要说明 这个 其实不该这样子 但是就是 就是 就是大学课程啊 通常这个 为什么有加签的制度 其实就是需要 受课教师 他可以去 衡量学生状态 但是呢 这个我一律同意 这相当于是 算是我二十几年的 二十几年前 我就 立定的目标了 我二十几年 显然没有想要去 当教师 我也想要去当医生 但没有想要当教师 然后但是 二十几年前 我真的很运气 就是那时候我是高中生 那我说去大学听课 然后最棒的地方是 那时候在台大啦 中正大学啦 教育大学 这些学校都有嘛 都有给我 这个老师都有给我 这个 呃 跟互动啊 那甚至这些老师还送我书啊 因为高中生穷啊 所以呢 其实他们都 送我书啊 所以 呃 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 呃 我觉得我过去受到 这些大学教授的很多帮助啊 那我现在 呃 稍微有一点能力的话 就是 只要你告诉我你想学 那我就一律同意 我看都不看 我就直接签啊 但注意到我这不是随便的 我是希望 希望大家有 有 呃 不要因为我没有签签名 然后少了你的学习的机会 所以最要请你请你不要误会啊 绝对不是因为随便啊 而是 二十几年前我就 就想做的事 卓越就像屁话的那样 就是其实 以职场来讲说 这个很关键 不是追求 就当然我们要追求卓越 但是呢 真正在你职场 或者在我们这门课 其实你要思考的地方叫average 如果你想一件事 就是假设你真的是 s的人才 你需要来上这门课 不需要 假设你真的是 那种很顶尖的人 拜托 那是我更贵 好吗 但是真正有困难的 就是像各位 像你考上成功大学 但是怎样 你距离一个精英很远 而且你现在考上成功大学 你房东有介绍女女儿的 有跟你认识吗 没有好不好 如果有的话 请你告诉我 很可能是因为你帅 那我肯定想认识你 过去那个年代不会发 过去那个年代的事情 不会很难再重现了 就是房东 我以前住一层层楼 就是那种二十几平的 一层层楼 那房东是一个月 他给我收多少钱 一个月他给我收 一个月他给我收两千块 然后我刚刚看盘的话 还欺负吃饭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就是 我陪房东去看盘 然后再陪他女儿吃吃饭 然后偶尔出去走一走 然后对 东西是吧 然后最后一个月 房东还跟我说不收钱了 然后害我很害羞 好 这件事不会发生的 就是很难再发生 为什么 我们的血历就不好用 以前就是房东 他就是想要说 多认识一个学职工的 对不对 他手上股票 有人帮他看 对不对 而且的确那时候 跟他讲什么股票 该买什么 他就真的有赚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 他觉得跟我相处很好 对不对 那现在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要思考点在哪里 要思考点 就是说 好 你是中上人才 你知道 毕竟 毕竟你看这么深夜的 你还听一个中年大叔来讲 讲古鬼车蛋 对不对 所以你对自己是 你会对自己有期待的 但是你的力气要怎么用 往往很多人就问力气用在哪里 用错地方了 对不对 很多力气就说 我要变强 我要变强不强 然后就东学西学 但是你忘记什么 忘记呢 我们刚刚讲的Average在哪里 Average其实就是 就是什么 购事公司要什么 OK 在讲这 公司要什么 公司要什么 他可能会写在直缺上面 公司呢 要什么 他除了写在直缺上面 他可能在什么 在他对外的这种活动上 或者在这种面谈上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呢 尽量你去多事 不要担心被打脸 要担心的是 当作被人家当作没看到 这才可怕 就像你对Google很有爱 很多人对Google很有爱 就觉得Google是 想要对Google是 觉得最棒的公司 但是你投领表 多半的时候 都是被 当作不存在好吗 Google就说 哦 感谢你啊 对不对 感谢你对我们Google产品的 大力支持啊 请你继续用下去 对不对 但是你要应征Google公司 所以你要去思考问题在哪里 思考问题是 人家要什么 想清楚 人家要什么 然后呢 你的这个Average 不要小跟这个Average Average其实就是 你胜出关键 就是 你不要一直只是看他顶尖的人 你要看说跟你差不多 能力接近的 你跟他差距在哪 你跟他差距往往 并不是说 专业上的 这个 现在专业上的差别 因为毕竟你现在看的专业很少 你现在所谓的专业就是 可能西元橙设计 或者某些专业科目 你现在的专业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说你比较多看 比较说 你就是 你从大学一年级 或者现在是研究所 一年级学生 你就一直盯着Google的那些 这些纸缺 那我们之后会跟大家介绍 怎么去分析这些纸缺 那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呢 你也可以先看 我们去年 去年课程有录影 其实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呢 你可以先把去年的课 从 就是给他看一看 因为我们的课 我蛮多内容都会重复的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内容看一看 我想这本课最大的目的 就是让你知道出 要比 要比什么 要比average好 其实你要聚焦在哪里 你并不是一个本质上 很多人都很追求那种什么 什么什么脱胎换顾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要退久这个 至少我在这门课 不是要你什么脱胎换顾 第一个 我不相信我能力做得到 第二个是说 就算你脱胎换顾 你可能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或是在没有在对的时间 进入这些公司 也是白谈 所以你现在想是说 你要搞去锁定 这些公司到底它要什么 那你就是想说 我要怎么去聚焦在 比average好 这件事讲起来 听起来简单 但是说起来哪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它是要在实际需求的 然后再次说 像刚刚的那个interview的 那个演练上 那你可以慢慢去看 那之前的录影 之前可以刚刚说 你可以先看那个 一边看录影 一边看后面怎么去批评的 其实往往就在于说 对一些细节展现 或者说对这种相关知识 就有些题目 他可能没办法立刻打出来 但是他相关怎么去展现 怎么去应答 其实你有这个印象 然后再来是说 如果这一次刚好被刷掉了 那你怎么去follow out 这个follow out也不要小看 就是很多人被刷掉 被拒绝了 然后就好难过 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件事 被拒绝其实还有转 空间还是可以follow的 因为你如果里面有一些眼线 可以去看 对不对 你被这个部门拒绝不代表 是其他部门会拒绝你 对不对 或者说 或者说刚好今天对手公司有机会冲打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文观的 你要做的事就是greater 而且是always greater than average 好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参与 然后就像刚才提到的 请你留意我们这个课程公告 因为我们很可能会有线上课程的进行方式 然后我也会有相关的作业 我们作业其实蛮多的 每两周三周都会有一个作业 难度不同 但是就是前面要花的时间是很可观的 不管怎样 只要你愿意来 那么就愿意来配合 然后我希望你再次可以有一些成长 好到这里 谢谢大家